第43章 探病2 于远看了看于妻 安静了一会说道 当时野猪在我后追着 我弟突然出现在前面的树上 然后伸手让我爬树上 当时我都快没力气了 看见他伸手二话不说 就跳了上去 准备拉住的时候 那手缩了回去 然后我就直接摔下来腿 当场就断了 想到那时候他看到的 在他摔下去的时候 他弟弟还笑了 心里就发寒 后面老猎狐和其他人及时赶了过来 不然我就交代在那了 后面他说他以为抓到了 才缩手的 我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 直到知道他把村里的一个后生仔 往后头追来的野猪 推过去挡路用 我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之后我准备质问他的时候 他问我 当时他被野猪追的时候叫我 我为什么没有回头去救他 我就知道 他肯定是故意的 他想要我死 想报仇 于远避了闭眼 再次说道 我当时没有回头救人 是还有点距离 我带了人过来 就得一毛不损的带回去 所以先让别人先退出去 之后找机会救 而不是就这样冒失的直接上去 倒是后果更惨 他不听我说 眼里都是恨意 所以最后 我和我爸说了这事 我妈说 这是不能外传 不然于高岛儿子 以后有个骇人的父亲 怎么在村里做人 我之后就要求直接分家了 说完睁开的双眼 都是赤红的 好啊 我就知道他不是个东西 连哥哥都要害 是不是以为 你死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 以后家产都是他的 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当初要不是你亲手带着他 去外省赚钱 他这才有钱在县里买房 村里有几个这样帮兄弟的 老太太不就看 我们没有儿子吗 不就偏心他有儿子 就这样分家 我不同意 门口传来清脆的女生 于南转头 就看到了于远的老婆阿小 此时正满脸 愤怒地看向于远 大伯家无论是出嫁的女儿 还是两个儿子 生的全都是女儿 就最近一年 小儿子也就是于高 生了一个儿子 老一辈重男轻女哪里都有 他们家也不例外 于远看着他老婆走了进来 用手捂了五脸 他出事其中的原因没有和他说 就是不想他担心 也不愿他恨他父母 反正以后有大事就回 没什么事 救过自己的日子 所有他才要求分家 阿小看着他老公难受的样子 再看看房间里还有其他人 就不再就着不放 等没人了 再找他算账 瞪了瞪于远 然后转身 笑着对于妻于南 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上家里吃饭 等会我去买菜 说着抱起沉沉逗着玩 昨天回来的 吃饭就不去了 等唐哥出院再吃个饭 我们昨天回来还没到家呢 家里已经准备了 看完唐哥就回去 于妻看着他抱了孩子 才站了起来松松腿 笑着说道 阿小想着大堂妹好久没回家 书神肯定也想得很 于是也不多留 点点头 说了一会话 于南他们就离开了 还得回表姐家拿东西 回家还要时间 所以也不多聊 离开病房 于南他们到倩倩表姐的办公室 拿了钥匙 就不再多聊了 第44章 到家 等他们到弘兴镇 已经一个小时后了 于爸早就得到消息 在街上等着 电动车坐不了那么多人 他是开着三轮车来的 走到停车的地方 就看到他坐在车上吸着烟 和旁边的人聊着天 爸 走 回家 于妻隔着几个人 就高兴的大声喊道 在家里 于妻和于爸相处的比较好 于南就和于妈比较好 于妻也比较像于爸 无论是性格还是长相 于南和于妈也是 外公的乖外孙 我抱抱 不 上车 你妈在家已经准备好饭了 赶紧的 于爸听到女儿的声音 就看到他们了 赶紧把烟熄掉 把外套脱了 连忙兴奋的抱起外孙 车里有干净的外套 给小陈挡挡风 等会开车风大 说完 把孩子给倒于期 等他们坐好 就开始启动车子 准备进村的时候 就看到于妈在村口张望 时不时和旁边的人交谈 每次都是这样 出远门或者从外地回来 她都在村口或送或者接 妈 回去了 于南大喊一声 因为是上坡路 不要停车 而且也不远 就五十米不到的距离 所以也不停车 让她上来了 于妈看到他们回来了 高兴着和旁边的人说了一会 然后再急不回家 一进门就看到 坐在沙发上的于妻 于妈看着消瘦又憔悴的大女儿 连忙担忧地说道 怎么瘦了那么多 是没有饭吃吗 叫你不要远嫁 去了外地 我们也坐不了车 啥情况都不知道 说着说着 眼睛就红了 于爸在旁边也不说话 于妻连忙说道 没有的事都挺好的 妈 你做了什么菜 我闻着挺香的 饿了都 我们赶紧吃饭 于爸挥挥手 直接道 先吃饭 实在不行 你和孩子就在家待着 或者你在这边找个工作 我们帮你带孩子 你也放松点 于妈赶紧把菜摆好 有鸡有鱼 还有大肘子 完了 一直夹到于妻的碗里 于妻听着老爸的话 在看着于妈 一直给他夹菜 喉咙哽咽了一下 其实他也想回娘家 但是家里条件实在不好 要是多了他们娘两 那就更加家中的父母的负担了 偶尔回来还好 要是以后弟弟结婚了 他还在家常住 弟妹也肯定不答应 他不想父母辛苦了一辈子 到底来还因为儿媳妇的原因 家着不好做人 那样太苦了 到时候再说 妈的手艺还是那么好 自己吃 不用一直给我家 我自己可以 说着给于妈家一筷子菜 好 你多吃点 太瘦了 说完自己低着头开始吃饭 于男早已习惯 毕竟他刚回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所有也不存在什么嫉妒之类的 家里父母还是很公平的 吃完饭之后 于妈拉着于妻进房间里私聊 于爸带着小晨晨在玩 他自己也无聊 交代了一生回房间休息 转身就进了空间 之前在外面都不安全 没法进里面看看 一进空间 就踩到了之前买的蜡猪腿 和走地机 把它们捡起来 放到干净的石桌上 空间有保鲜作用 所有还是好好的 青菜都完全长熟了 看来要尽快拿出去吃 刚好他解回家 可以养养人 再往里走 之前种的果树也都结果了 芒果还没完全熟 皮还是青色 不过个倒是挺大的 买的是新品种 果树不高 但是果却很多 全都掉着 看着很喜人 葡萄全熟了 一串串子到发黑的 挂在于南之前绑好的竹子上 走近还能闻到那逆人的香甜 于南摘了一串尝一尝 皮薄肉多 还没紫 汁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香甜 可能是空间的原因 还冰冰凉凉的 吃着口感非常好 再去看了看草莓 他当初就种了一排 不多 结果一眼望去 都是红彤彤的草莓 个个都有鸭蛋大 于南上前摘了两个尝了一下 比外面的简直好吃太多 青甜味非常的浓郁 比外面卖的牛奶草莓 不知道好吃多少倍 于南刚吃完东西 又吃了一串葡萄 再吃两个草莓 就没办法再吃了 已经撑了 今天刚回来 啥也没买 水果就不好拿出去 明天再摘点带出去 给家里人尝尝先 以后家里的水果和蔬菜 他成包了 准备出去的时候 他又去井那边 看了看里面的红莲 看着没什么变化 但仔细一看 还剩一点莲子 就全部成熟了 看来应该过不久 就排出了空间 于南锁好门后 没有稀释就喝了一口 过了一会 身子又开始发烫 只是没有之前那样难受了 而且排出来的东西 也不再是黑黑的东西 而是都变成了黄色 看来身体里的毒素啥的 都排得差不多了 再来几次应该正常了 还好衣服是深色的 不然还不知道怎么解释 于南拿着干净的衣服 去洗澡房 出房间的时候 几个人都已经坐在那里聊天 我去洗个澡 然后睡一会 有点累 刚排出脏东西 不洗一下他浑身难受 走后还听到于七和于爸于妈 在谈着车站人贩子的事 于妈担心的直呼 太危险之类的 于南不再关注 赶紧洗澡完事 第45章 上街买菜 晚上大家都睡着的时候 于南进空间 把成熟的一些菜都摘了 还有葡萄和草莓 都摘了好多 放在报纸上 拿到石桌那边放着 再把空了的地 再次松了一下土 上次买的种子还没用完 这次还可以种一次 弄完这些后 他吃了点水果休息了一会 把家里之前养鸭用的 那个软铁丝网拖进空间 然后放进荷塘里 在旁边圈出一个 差不多20平米的地方 以后可以养些鱼虾 做完这些 于南都累趴了 坐在那里休息了一会 然后去喝了空间水 现在都11月份了 外面已经开始入冬 于南家是没有空调的 父母舍不得 他自己也忘记了 想着过两天再去买 空间里还是清凉合适 所以他也不打算出去了 拿了一张席子和一床薄贝 晚上直接在空间睡觉 他没注意到 当他睡着的时候 井里的那朵 红帘在慢慢的转动 然后从他身上 开始飘出很多红色的亮点 那些亮点就像蒲公英一样 到处飘 落在蔬菜水果上 落在荷糖里 落在草药上 还有一些飘到了于南身上 都被吸收了 其他的植物都变得更加的精神 就连于南的皮肤 都开始变得红润了一点 显然 这些东西比空间灵水的灵气 更加浓郁 可惜只是 就飘出了一点 那朵莲花就不动了 于南早上起来的时候 感觉自己精神非常的好 浑身都暖暖的 在这里睡觉比跑几圈爽多了 之前有和于爸说过 以后家里买菜是于南负责 后面于南出去了一段时间 现在回来 他就重新接手了 第二天一大早 于南就推出他那辆自行车 刚好准备出门 于妈就走了出来了 这几天你爸买菜 和你之前买的都不一样 没有你买的好吃 你等会去你之前买过的 那个地方看看 还有没有 多买点 想到那天吃的那些菜 怪想念的 行 等会我去看看 多买两天的量回来 于南点点头 等会从空间多拿一些 正好不用天天去 骑自行车也是很累的 于七见他推着自行车 出来的时候 还在那里爆笑 笑整个村 就他不会骑电动车 于南满头黑线 面无表情的看着他笑 于七看着他没尴尬的脸色 急忙道 赶紧去赶紧去 回来我教你开 以后出门 就不用拎着你那自行车了 说完又是大笑 不学 我以后可是要开小车的 开什么电动车 不开 假装生气的走人 慢悠悠的骑着车往街上走 心里还是挺期待的 比较爸爸不会教 妈妈也不会开 自己想学也不知道找谁 刚好他姐回来了 那就学学吧 毕竟机会难得 他照例骑着车 上街溜达一圈 街上的商贩都陆陆续续的 开始摆摊了 于南看到 他最喜欢吃的螺蛳粉 几十年的老店已经开火 想着今天应该是节日 不然平常没有那么早 老板打包三份螺蛳粉 加鸭角和油豆腐 想着家里的两个女人 于南决定都打包回去吃 他姐肯定也馋了 为什么是三份 当然是于爸不喜欢吃 他看到他们吃也不高兴 说不卫生 还不如买肉回家吃饭 等打包期间 街上人慢慢多了起来 想着等会回去 路上人也多 应该不好 从空间拿东西 于南结账完后 走到菜市场 买了半个冬瓜 他空间里没有冬瓜 刚好可以拿回去炖汤 半个冬瓜都有三十斤重 于南家中过 根本吃不完 一个就有一米多长 七八斤的冬瓜到处都是 送人都送不出去 后面就没再中过 于南让老板给他一个麻袋 把冬瓜装上 放到自行车前面的三脚架那里 踩脚踏的时候 虽然不方便 但是不用担心掉下去 第四十六章 菜买多了 螺丝粉放在把手那里挂着 然后开始慢悠悠的骑回家 果然不出所料 一路上到处都是人 拐进他们村的那条路人 才开始少一点 然后他趁着没人走过的时候 就把手放进麻袋里 把一大帮 还带着土的青菜放了进去 预计七八斤这样 还把昨天摘的葡萄和草莓 各放了五斤 把两只脱了毛的走地机 也放了进去 这才快速回家 预期带着儿子 在村口看别人处理香葱 得多的人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卖完 不像于南家的地势 属于比较少的那种了 所以他就算想留在家也困难 没有收入吃老板 怕是被人戳几两股 逛为一会人越来越多 他刚回来 还想别人问东问西 所以起身准备回家 咦 咦 车车 于南顺着儿子挣扎的方向 看了过去 就看到于南推着车子上坡 前面那一大袋东西 怕是过年人家才买那么多吧 这也太夸张了 连忙走了过去帮忙 于南听到小外甥的声音 赶忙抬了头 看到他解过了 忙停了下来 喘了喘气 失策了 东西太重 推不上坡 你这买了啥东西怎么那么多 买个菜而已 而且也留不久啊 于其无奈极了 就算放冰箱里 到时候也没有刚买的新鲜啊 走近的时候 还看到了螺丝粉 再次笑道 哎呦 买了螺丝粉 哈哈 我刚还想着 今天找个机会上街吃你就买了 完了 把孩子给于南牵着 他把这车推了上去 买了半个冬瓜 谁想到那么重 赶紧回去 不然等下粉都驼了不好吃 等下回家 肯定被于妈说了 完了拉着小外甥往家走 到家的时候 于妈于爸都不在家 问了于其也不知道 说他出去的时候还在 看着剩下的一碗粉 没办法 只能打电话了 刚拨出去 手机就在门外响了起来 于南出去一看 于妈在脱水鞋 鞋子到处都是泥 干啥去了 我买了粉 刚好回来吃 前两天下雨 应该是下地了 后面萝卜地 去看了一下 已经长了挺多 过两天应该可以分支了 到时候一起去 争取一天弄完 我在后面就听到你们的声音 咋了 于妈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 把鞋子清洗干净 然后放在屋檐下等风干 哦 就是菜买的有点多 其实也不多了 好吃的话就两天的量 就上次那种 还有一点水果 都是那一家的 超级好吃 就是多了一个冬瓜 不过冬天冬瓜熬汤也不错 然后还有两只鸡 其实也算多 于南说完 也不看于妈的表情 闪身进去赶紧吃粉 于光看着于妈 走向那一袋子菜 于妈看着前面的菜袋子 一边扒拉着 一边问道 路上碰到人多不 有没有人问了 里面是啥 没有 没人问 于南道道 那就好 买就买了 就怕村里人知道 说你没脑子 喉咙大 不会买钱多 于妈无奈道 村里八卦的人太多 稍微出格点 就能成为别人的饭后闲谈 对于还没出嫁的女孩子来说 这可不是好事 哇 这草莓怎么那么大那么香 是不是打药了 于七拿着盘子 一边吃粉 一边看着于妈 把东西拿出来 结果草莓刚出来 就闻到清甜味 太香了 我吃了 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 很甜 他们说是种在山里 没有打药 每次就卖一点 我去找了才有 平常去晚点都卖光了 葡萄也是 于南赶紧说道 就怕他们不吃拿去丢了 以前小时候 于爸去街上买了一把青菜 于妈说闻到药味 就给丢了 第47章 空间手镯融入肉里 于七拿了一个用水冲了一下 咬了一口 眼睛一亮 满嘴香甜 又不是很腻的那种甜 确实非常好吃 吃完又拿了一个去洗 粉也先不吃了 于妈见他这样 连忙把草莓和葡萄 放到冰箱里 先把粉吃完先 不要浪费 等下再吃水果 然后把他手上的那个草莓 拿给小陈陈吃 于七看了他儿子一眼 装可怜道 宝宝 妈妈的粉吃不完了 你帮妈妈吃点可以不 于南简直无语了 螺丝粉是辣的 小孩子可吃不了 他立马是一样 拿起筷子就吃 妈妈不管 宝宝不吃 吃果果 那个草莓差不多他拳头大 只见他抱着草莓 拿着小木渣 放到于妈旁边 坐着一边吃 一边看他妈妈 于南简直哭笑不得 知道他妈怕外婆 竟然学会介绍了 这精明尽学的谁 青菜差不多八斤 三天能吃完 水果留着慢慢吃 这鸡今晚一只明天一只 也可以 就是这冬瓜 你买那么多冬瓜干啥 你不是最讨厌吃冬瓜吗 以前我种那么多 你们都不吃 于妈疑惑道 可冬瓜就和鸡杂 一起做汤喝 也可以的 喝汤养人 于南小声道 他确实不喜欢吃冬瓜 但是没办法 当时就想到了这个 于妈不再说话 把东西都放好后 就把粉吃了 完了还要把装粉的袋子 拿到村口 专门装垃圾的垃圾池丢掉 不然于爸回来 避讳说叫 吃饱了 于南半躺在沙发上 他吃撑了 镇上的粉分量太足了 一份相当于 以前公司 楼下那边的两份 他胃口也不是很大 为了不浪费 只能吃完 吃完就困 在他迷糊着 准备睡着的时候 手腕处突然刺痛 他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 连忙撩起衣服 这一看不得了 手镯竟然开始放光 还带着火 于南立刻把衣服放下 起身说困了去睡一会 进屋后反锁上门 忍着痛拉上窗帘 把灯开到最亮 然后坐床上 把衣服撩上去 看看什么情况 手镯红光越来越亮 那火越来越大 于南能从里面 感觉到庄重的威严 幸好那火不烧自己 不然只怕自己都成灰了 手镯上那暗淡的银被火一烧 表面做的绣 全部化成灰烬 就连机械疼也不免例外 全部烧没了 手腕处越来越疼 于南额头上 冷汗大颗大颗的掉落 脖子的青筋开始暴涨 恨不得拿刀砍了这手臂 简直比当初手断的时候 还要疼 痛入骨髓 留下的那小块银 无论于南怎么甩都不掉 不紧不掉 随着火光的燃烧 反而有进入于南手腕处的肉里的错觉 于南心慌的盯着那小块东西 眼睛慢慢睁大 不是错觉 是真的进入肉里 随着他的进入 于南手腕处的皮肉 烂了又好烂了又好 于南拿着卷纸放嘴巴里 打开手机把音乐放到最大 避免外面听到他的声音 他怕自己坚持不住大喊 他大汗淋漓地在床上翻滚着 直到那小块东西完全融入肉里 火光不在 他才摊在床上 闭言喘气 他没有看到 他的眉心红光一闪 出现了火红色的一个图腾 之后再慢慢消失 如果他能看到的话 一定觉得熟悉 竟然是那石桌旁 那个不知道的动物的缩小版 第48章 容貌改变 于南缓过来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半小时 手腕处白结无瑕 什么都没有 他有一瞬间的心慌 怕空间被烧没了 他像往常一样 准备进入空间 然后却怎么也进不去 像被什么隔绝了一样 却又能感觉到空间的存在 并没有消失 他稍微放了心 猜测是不是进急了 只有等进去之后才能知道 把之前准备的空间水 拿来喝了一口 等恢复了力气 于南才换了一身衣服出去 睡醒了 那把这些菜摘了洗一下 我去弄鸡肉 出来的时候 看到于妈已经在准备晚饭 于南接过青菜 坐到院子里把菜根去掉 空间里出的菜 没有黄叶 很干净 用水洗了两次就可以了 拿到厨房 看着于妈做饭 灶台上放着刚出锅的葱油鸡 底部垫着黄瓜丝 和胡萝卜丝 以及洋葱 闻着超级的香 于妈见于南进来 拿了一个鸡翅给他 尝尝味道 于南一边吃 一边竖大拇指 四个大人一个小孩 晚饭做了两菜一汤 都是大盆庄 各个吃得满嘴流油 于南更是对那盘青菜惊叹不已 第二天一早 于南还没睡醒 就被于妈拉出被窝 赶紧起来了 等会我们去分萝卜苗了 长得太快 再不分开萝卜 就长不大了 快点 说完把被子掀开 于南背冷的一个机灵 再睡是不可能了 只好起来 洗漱完吃了俩草莓 就往地里走去 大老远就能看到 密密麻麻绿绿聪聪的一片 长势很是喜人 这豌豆苗 看来不久就可以摘一次牙齿了 于南想到 在鸡汤里 用这个打火锅就流口水 喜游清甜可口 可能是最近下雨比较多 所以长得比较快 十天左右 应该可以吃第一批了 于妈走到萝卜面那边 一边扒拉着 一边叮嘱于南 找密集的地方 把一些多余的小苗拿出来 留下大的 手掌样的间隔 记得啊 这样 妈你分 我中 行不行 你分比较快 还是分工来吧 比较快 行 可以 于妈没有意见 弄到中午 于爸过来叫回家吃饭的时候 整块地就还剩下一点点 于妈坚持弄完再回去吃 不然来来回回浪费时间 这样 我中 我来中行不行 赶紧回去吃饭 不然饭菜都冷了 大妹还在等你们呢 我已经吃过了 还有这葡萄不错 下次多买点 于爸一边吃着葡萄 一边交代着 那我下次去早点 于南点点头 回到家于妻 自己一边吃 还一边给小晨晨喂奶粉 他乖乖地坐在旁边 一眨不眨地吸着奶嘴 蒙呆了 做了什么菜 于南一边捏着小晨晨的脸 一边问道 腊肠炒花菜 特香 赶紧洗手吃饭 腊肠是于妈亲手手工作的 这边一到十一月份 这样挨家挨户 就会做腊肠腊肉过年吃 习俗 于妈做得非常的香 以前每次过完年 返岗的时候 于妈都会给他们 三桩很多的过去 于南同学多 分完就只剩下两根 自己留着 每次都欲哭无泪 吃完饭 坐着休息闲聊 于南突然想到房子的事 看向于妈道 妈 我想去县城买套房子 就先付首付 然后每月再海点 不然每次去市里 或者远点的地方回来晚了 总是借助别人家不方便 你觉得呢 买房子 你赚了多少钱 这就有钱买房子了 于妻吃惊地看向于南 没有多少 就之前在山里挖到一根野人餐 赚了点钱 全额付款都没有 就只有首付了 忘记和你说了 反正到时候买房 她也会知道 所以还不如直接说了 人参 传说中的 她吃惊地看着像于妈 那可是人参啊 她都没见过 对 家里还有几根身须呢 到时候买只老母鸡 回来炖汤喝 步步身子 于妈肯定地看向她 房子的钱我算过 买个120平米这样 现在的价格是7000一平 那首付的话 也就25万 我身上的40万 还剩下一点 拿来每月 还房贷 还是够用的 于南把自己的打算 和于妈说了一下 于妻还在我妹妹变成有钱人的打击中 没恢复过来 就听她在那巴巴的几十万几十万 想当初她们买房的时候 小沉沉的爸爸 到处求姥姥告爷爷的 才借到八万 顿时心酸不已 不过她倒是没有极度 毕竟是自家姐妹运气好 高兴还来不及 晚上 你爸回去我问问她 到时候我们补贴点 总是够用的 于妈想着 女儿还没嫁人 有自己的房子 倒是去婆家也有底气 她是赞成买房的 于南点点头 看向于妻 到时候给你留一间房 受委屈了想 什么时候回来 就什么时候回来 没人敢说你 于妻高兴地直点头 回来的时候满身泥土 衣服都脏了 于南觉得身子痒痒的 赶紧去洗了澡 洗完之后 她吃惊地看向镜子里 巴掌大的脸 在经过水汽的洗礼 变得包了蛋壳的鸡蛋一样 粉嫩剔透 斜掌的眼角 在微微抬眼中 即清冷 又带着不做作的妩媚 鼻子小巧 嘴唇饱满精致 唇色不涂自红 于南摸了摸脸蛋 确定这是自己 人还是那个人 但仔细一看 又不像原来的自己 于南冷静地想着 这些天发生的事 应该就是 手镯融合了肉体 导致容貌有所改变 现在空间还无法进去 也不知道这变化是好是坏 但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她也不例外 现在不能直接这样出去 一次性变化太大 惹人怀疑就不好了 回头再脸上涂点东西遮挡一下 后面再慢慢减少 再慢慢露出真容 于南把头发放了下来 回到房间用化妆品化了一点 容貌是变得暗淡了一点 但是那双眼睛 灵动有光 久久盯住的话 一不小心就陷入进去 第49章 空间重启 晚上于爸回来的时候 于马把于南的想法告诉了他 他思考了一会就找到于南 于爸看着眼前最出息的小女儿 最近一个月改变了很多 刚回来的时候 瘦弱的好似风一吹就倒 那时候还担心他们老了以后 他怎么办 现在在家待了一个月 皮肤都透出健康肤色 人也胖了一点 脸都有肉了 上次挖到人参 钱对半分了 加上可能他之前 工作赚的钱还有一点 现在都有勇气说去县城买房 以前想都不敢想 大哥两个儿子 都在县城买了房子 说不羡慕是假的 可惜自己也没本事 没想到领老了 还能享福 买房子的事 我不反对 就是有点担心 你哥有意见 于爸把心思摆明了 农村都是儿子养老 现在女儿买房子 儿子反而没有 但是村里不知道怎么说呢 于南也知道这情况 对着他爸说道 我先买 你们那不是还有钱 等过了年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什么活作 再赚点 以后给哥哥再买 我这次也不打算 动你们那的钱 不用担心 而且这房子 大家都可以去住 这没有关系的 既然你都考虑好了 那就找时间去看看 行了 没事就去睡觉吧 说完点点头 然后离开了 于南关好门后 上床查了了 县城房子的情况 他比较满意的 还是县中心 易德园的位置 旁边是酒店和公安局 后面是文化工广场 前面一千多米的距离 就是县政府 和县重点高中初中 并且很进医院 公交车和租出车的站点 就在对面 以前他还没毕业的时候 就看到那里 再见社了 现在都有住户入住 到时候问问倩倩表姐 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介绍 半夜 于南正沉睡着 突然就被一股力量扯了起来 顿时就醒了过来 一睁眼 已经在空间里了 在他还没反应 可以进空间的时候 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远处的山变得仙气缭绕 还能听到瀑布的穿透声 从荷塘那里 辟出了一条石板路 之前他自己种的水果已全部成熟 就连刚种下不久的蔬菜 也全部成熟 并且有了变异的感觉 感觉就像是玉雕的一样 于南望着那口 一直在溢出来的井水 犹豫了一会才走过去 看着那朵没有了莲子的红莲 于南意料之中 看来确实是莲子成熟 并且已经掉落了 铿锵一声直冲天际 于南急忙望向山那边 从远处飞来一道火红的身影 绚丽的尾巴 矫健的身姿 尖锐的勾掌 从上空直直往于南这处降落 凤凰 竟然是凤凰 于南瞪大了眼睛 神话世界才有的凤凰 怎么会在这里 他惊慌地看着越来越近的身影 浑身都无法动弹 就是你开启了 我的伏地洞天 于南看着凤凰在他眼前 变成一位威夷的红衣女子 他惊呆地无法说话 气场太强了 那女子看他这样 收了收满身的威压 清冷地望向于南 回话 如果说的是这个空间的话 是的 于南咽了咽口水 轻声道 那女子听闻围着于南转了一圈 疑惑道 没有血脉继承 又是繁体 怎么就打开了 看来只能是有缘人了 罢了 说完失落地坐到石凳那边 于南看了看他 还是跟上 站在旁边等着 也不打扰他思考 过来一会儿 现在是什么朝代 外面是哪里 你细细说来 那女子看着于南温和问斗 只是表情没有那么严肃 现在是2016年 21世纪 外面是华夏地界 于南挑着重点说 红衣女子 什么玩意 你认识我的本体吗 试着问了一下 认识 凤皇 白鸟之王 上古瑞兽 山海经中有记载有鸟 其壮如鸡 五彩而闻 名曰凤皇 是祥瑞的象征 只是 只是从来没有人见过 于南看着他认真道 想了想多说了一句 现在的华夏文明 有上下五千年历史 上古神兽凶兽 或者神 或者仙人 都是传说中的存在 第五十章 黄女出现 那女子闭眼思考了一会 既然你们不知道 那我也不多说了 我确实是凤皇 这里是我的一个伏地洞天 平时出去游历的时候都带着 后面发生了一些事 我受伤开始沉睡 一缕神石进入了那朵火莲 之后就在灵脉里休养 也不知道了何年何月 竟然被你打开了 说着看了于南一眼 然后望向远处的山峰 继续道 既然是有缘人 我也不多说什么 知道的越少越好 你也看到了 这里的空气和外面的不一样 那口井 是我从我那梧桐山 抽出来的一点点灵脉 对于凡人来说 能够洗经伐水 但是这么多年来 被我吸得差不多了 现在也就只能去除 病痛强身健体 这里的草药 都是我当年自己找的 灵脂人餐都有上万年了 如果不是我的原因 他们都可以修炼成人 还有 他联系地看向那些药草 指着远处的草药 白色的是雪鸡草 美颜养荣 黑色的是毒蜂 是有剧毒 旁边的火炎草 刚好是他的克星 那曼藤是龙心草 将死之人也能救活 山上都是一些珍贵的树木 金丝楠木 想来其他你也用不到 其他的都不怎么重要 以后你自己慢慢看吧 说完 把两颗火红的帘子 放入石盘 那凤凰图腾的眼眶里 那石盘瞬间启动咔咔的响 变成一书简模样 对着空间有什么不懂的 你可以查这个 我要离开了 他看了远处的瓜果 认真的看向于南 这个空间既然被你开了 那就送给你 往后不可用于害人 当然 如果是不良之人 你随便 还有 我要把那些上了万年以上的草药 全部收走 我有用处 剩下的那些还会长得在这片天地 足够你用了 你还有什么什么要问的 于南敬重地看向黄女 顿了顿 严肃道 我想知道 是不是有天外天 会不会对这片天地 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这里都是凡人 根本无法反抗 还有 能知道您叫什么吗 他哀伤地看向远处 你可以叫我火黄 我醒来的时候就感受了一下 无法感应道族人 还不确定 那方天地还在不在 机会很渺茫 我自己的肉身都感受不到了 如果我还是找不到我的肉身 到时候我也会消失 所以 你不用担心 这里没什么灵气 不会有人来的 要来早就来了 还等到现在做神 好了 我要离开了 这里有两颗火莲 一颗等会你放入灵脉里 这样灵气才不会断了 还有一颗你自己留着 如果有像我一样的人来 这个地界 你呼唤我 如果我不来 证明我消失了 到时候 你把这个吃下 如果没人来 你就自己留着 对了 还有你种的那些东西 已经被火莲净化了 灵气比较足 一天不能吃太多 一个就够了 不可贪吃 你还是重新种一批吧 交代完之后 转身变成火缝 铿锵一声直入天际 消失不见 于南竟看着火黄消失的地方 看了很久 跪地拜了三拜 才起身 走到井口那里 把一颗火莲子放了进去 过了一会 水不再溢出 之前溢出的地方 成了一个洼地 再看看灵芝和人餐地 确实被摘走了一半 剩下大概都是年份比较小的 于南把洼地里的水浇了上去 一下去了一大半 心痛 虽然本来就不是他自己的 可是还是心痛啊 再看像那些蔬菜水果 看来明天得叫种子老板 帮忙寄一些过来了 从家里拿了一个木质首饰盒 把剩下的那颗莲子放了进去 然后放在那个书检旁边 避免在外面掉了 第五十一章 康复停药 出了空间 外面天已经大量 于南在空间一直吸着灵气 现在反而没有什么困顿 倒是精神十足 所以他也不打算继续睡 想着已经一个月没有去复查 今天也正好没事 去看看 顺便可以去看看房子之类的 到医院的时候还早 才八点多 医生刚上班不久 因为不是周末 人还不是很多 于南挂了上次那个专家的号 进去的时候 医生都还有印象 看着于南道 气色看起来好很多 不错不错 把了一会卖 又开了一些抽血的单子 再抽个血 没事就应该可以停药了 拿到结果上来找我 于南弄完这些 也才九点这样 预计十点多 就可以拿到结果了 他也不再折腾跑来跑去 找了一个按摩椅 交了一个小时的费用 开始靠着按摩 全身噼里啪啦的响动 恨不得身影出声 简直太舒服了 难怪那些男同学 每到周末就想着去按摩 太会享受了 等到十点多 于南去扫了一下二维码 结果果然出来 他看了一下数据 全都是正常的 虽然是预料之中 但也是松了一口气 拿着报告单跑上了三楼 刚好里面有人在 他在门外平息了一下气息 等到人出来 就敲门走了进去 把报告单交给医生 呦 一切正常 可以停药了 恭喜恭喜 回去注意不要太劳累 按时休息 半年过来复查一次就可以 回家吧 医生高兴地恭喜于南 白白手让他离开 于南说了谢谢就下楼 走到医院门口 突然感觉整个人都松了 那根筋从生病绷着 到现在好几年了 终于松了下来 想想那些难受的时刻 都过去了 眼眶酸涩了一下 于南抬起手腕亲了一下 轻声道 谢谢您 谢谢空间的出现 拯救了他这悲惨的人生 感慨了一番 收拾好心情 于南走路走去了 易德元寿楼处 其实也不太远 就十来分钟 刚走进去 就有一个帅哥走了过来 满脸笑容地打了招呼 您好 需要什么样的房子 我帮您介绍一下 里面看看 于南看着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 不想继续再看 接过接待员递来的水 慢慢喝着 直接把自己的要求说了出来 我想看的房子 大约120平左右 采光要好 高楼层的 帮我介绍介绍 有两套比较符合您的标准 一套是130平的 在一栋一单元 三室一厅一厨一两位 有阳台 靠近路口这边 采光非常好 在11楼 下楼往前走一点点就是大门 7500的价格 还有一套是在八栋 150平这样 21楼 三室一厅一书房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卫生间 每层只有四家用户 两个电梯 采光非常好 风景也漂亮 有很大的阳台和落地窗 非常适合女孩子 或者刚结婚的人 当然 这个就比较贵了 8500的价格 您看您喜欢哪个接待员 拿着本子介绍到 于南比较心动 那个150平的 算了一下 首付的话 就要38万多了 思考了一会 他问道 150平的 如果装修的话 大概需要多久 费用多少 他知道这些人肯定知道 而且说不定还有回扣 如果不是很多 自己勉强能够接受 预计差不多十万这样 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您有需要 后续我可以帮您安排 并且全程跟进 直到完工 您看怎么样 接待员暗暗高兴 看来很有希望承担 如果加上装修的 那他半年都够吃了 越发热情的看着于南 于南刚准备说去看看房子 电话就响了起来 一看竟然是欠欠表姐的 表姐 怎么了 姨妈说打算买房 怎么样 有没有看中的 我帮你参讨参考 我们认识点人 说不定能打个折扣啥的 胡倩的声音还是蛮大的 接待员这边都听到了 着急的看向于南 于南看了他一眼 和胡倩说道 看中易德元 一套150的房子 我现在就在他们售楼处这里 还在谈呢 你就过去了 那么快 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 你等着 我现在和钟子佳过去 先别定下 那边着急的声音传来 于南只能看着接待员摆摆手 接待员欲哭无泪 到手的单子 不要飞了就好 第52章 买了房子 挂完电话之后 于南又给卖种子的老板 打了电话过去 老板 我是上次在你家 买了种子的于小姐 有印象吗 于南打了招呼 有有有 于小姐是打算再买点种子吗 那边传来老板高兴的声音 对 帮我多寄点过来 水果种子也多拿点 另外 西瓜桃子的 也帮忙寄一下 地址稍后 我微信发给你 于南说完自己需要的东西后 就在微信上 把地址发给他 等货到了再给钱 刚刚喝了水 上了一下洗手间 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表姐和钟子佳 在他原先的位置那里 坐着 翻看他之前 看的画册 表姐 钟先生 还没结婚 所以于南没有叫他表姐夫 也不是很熟悉 所以只能叫钟先生了 你看中的是150这套 胡倩指着画册上的那套房子 一问道 这房子还是挺贵的在县城 没想到这个小表妹 存款还挺多的 暗自点头 女孩子就应该这样 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怎样都是好的 就像他 虽然子佳自己有房子 他家里也有钱 但那都不是他的 谁也不知道 以后会怎样 还是婚前有一套 自己的房子比较安全 就算是小小的一间 那也是自己的 谁也拿不走 对 挺喜欢的 各方面都挺符合我的要求 我还想去实地看看 于南笑着点点头 那走吧 满意的话就买下来 胡倩不再多说 起身和于南一起出去 房子就在后面 出门往后走就可以了 一路上看到的风景还挺好的 虽然树木不是很茂盛 显然刚种植两三年的样子 里面还有儿童设施 到了中间地段 也就前边 往下走那里 还有一个喷泉池 一个小广场 园区里还有游泳馆 篮球场 网球场等运动场所 对了 您看的这套在地下车库 还免费赠送一个车位 这是其他家都不可能做到的一点 前面那一栋 就是第八栋 咱们往左边拐进去就是入口 接待员热情地介绍这园区的情况 穿过广场后 指着前面那栋 看向于南道 门口有指纹锁 密码锁 以及备用钥匙所 接待员暗中密码后 就可以进去了 大门进去后 一边是直达楼层电梯 一边是安全通道楼梯 他们几个坐上电梯后 按着21的数字 不一会就到了 走出来就是两米多宽的走廊 左右两边的两户 于南看的是左边的那户 2102 出了电梯拐个弯就是了 还挺冷清的 不吵不闹 这间就是了 右边的两间已经住人了 您对面这间2101还没卖掉 不过空间更大一点 200多平 接待员一边开门 一边介绍着 空旷的毛坯房 布局和画册上看到的一样 客厅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 采光很好 从窗口看过去 能看懂整个县城全景 主卧也有一个落地窗 都挺好的 于南非常满意 易得元是老牌子了 他相信他家的质量 表姐 你觉得怎么样 于南看向到处转有的胡倩岛 挺不错的 你要是满意 那就这间吧 走吧 我们先下去 等会下去 让子家帮忙打个折扣 虽然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还有装修的问题 帮我房子装修的 那家挺不错 也是熟人介绍 安心 不脱工减料 我把电话给你 你联系他 到时候你也不用经常来看 全全放给他们来就可以 到时候我和他说说 一边说着 一边向电梯走去 到了楼下 钟子家的朋友已经到了 钟子家上前交谈 胡倩和于南在一旁等着 胡倩小声介绍道 那个人是钟爷爷的一个病人 是这家店的经理 之前我本来也打算来这里买的 但是存款不够 所以算了 我猜折扣不会太大 但是少几万 应该是可以的 于南点点头 看着向他们走来的人 不再说话 于小姐好 我是这里的经理谢磊 您的情况 子家已经和我说了 我按照职位内部价的话 只能打9.5折 算下来的话 这房子能省下6万3这样 您看怎么样 谢磊看着前面 气质非常好的年轻女孩 热情介绍道 一边把名片递了过去 这么年轻就能买房 还买那么贵 少见 说不得又是一个大客户 还有钟子家一边的关系 老实对待就是了 于南接过他的名片 没想到能少6万多 看来还不错 到时候装修费在加点 可能就够了 微笑看向谢磊 谢经理好 我挺满意的 那就帮我办理手续吧 我是先付首付 那贷款你们这里能办吗 还是得我自己去银行办理 不用麻烦您 我们全全负责 过几天办好房产证后 我们会联系您 过来拿就可以了 说完对远处的那个接待员喊道 小李 过来帮于小姐办理一下手续 来了 请把您的证件给我 谢谢 接待员满脸笑意的看向于南 看来这经理人品还可以 别的店听说都会抢单什么的 更别说还是认识的人介绍了 于南交了首付36万多 以后每个月要交3200的费用 要交30年这样 等所有的事办完后 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了 于小姐 后面房子要是有什么问题之类的 或者有什么疑惑 都可以直接联系我 听说你们自己有装修熟人 我就不介绍了 之后有朋友买房子 也可以联系我 能打的折扣我一定给到 谢磊他们到门口说道 行 后续有事就麻烦您了 您帮了大忙 我请吃饭就隔壁酒店 于南接受他抛出的交好信息 微笑道 不用不用 客气了 我还有点事要去处理 您和钟先生他们去就行了 那我送到 这就先走了 回见 说完和钟子佳告别 就离开了 于南看向胡倩和钟子佳 走吧 我们去隔壁吃 不能说不吃啊 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顺道庆祝 庆祝我买了房子 说着也不等他们拒绝 就先走一步了 胡倩无奈的笑了笑 钟子佳对胡倩挑了挑眉头 表示 那就去吧 不去的话 下次见面 可能就还是钟先生了 去去去 谁说不去 帮你省了那么多 怎么不去 先说好 我要吃火锅 你应该没在这边吃过 川省那边的味道 超级好吃 我带路 说完快速向于南走去 第五十三章 遇到曾经喜欢过的男神 立信酒店是县城唯一一家 比较高档点的酒店 二十几层楼高 一楼是大堂 二楼是超市 三楼是饮院 四到十楼是美食 最上面八层都是酒店住房 其他的都是租给商户 当写字楼用 于南他们的目的地是五楼 火锅城 周海正和女朋友在吃火锅 今天是他女朋友刚从外地回来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满打满算也有两年 父母年纪都大了 便开始催婚 他女朋友自己在外地开了一家餐馆 他自己呢 在隔壁市的国有单位做技术员 两人的工作都很好 但是结婚就不可能分开 所以 这次他女朋友回来 是打算两人商量商量怎么处理 女朋友是周海的初中同学 过年什么的聚会也经常碰到 初中那时候 他就对他有好感了 但是他初中到大学一直有女朋友 所以他没有机会 直到毕业后 他开始单身 最近两年父母催得急 他的追求又猛 他是成年人了 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爱情 还有其他条件 家人都挺满意他的 周海也就同意了 周海看着窗外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 权衡利弊才能持久发展 不然只会是院偶 就算将就那也得找个自己不讨厌的 他需要的也不多 没有拖后腿的娘家 能给到他生活上的帮助就可以了 正好他女朋友就有这样的条件 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人群 谁又能说是他错了呢 准备收回视线时 周海冷了一下 他好像看到他初中的一个女同学 那个曾经偷偷喜欢他 并且大学毕业时和他表白过的女孩 因为各种因素的考虑 他最终没有回复 可是看着楼下那人又不像 楼下那人看着白了很多 穿着气质什么都很好 喜欢他的那位女孩有点胖 没有那么白 看着他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 而且也算农村孩子 就在他家隔壁村 家庭也不怎么好 就算这几年在外地工作 应该也没有变化那么大 周海你在看什么 有在听我说话吗 秦宇疑惑地看向对面的男朋友 再看了看窗外 没有什么 看着消失的身影 周海转头看向女朋友 温柔笑道 没什么 就是想到项目了 快吃 吃完再去看电影 其他的事 我们回去再说 然后给他加了一个木耳片 放在他碗里 秦宇看着碗里的木耳 再看看对面 漫条丝里的吃着菜的男朋友 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自己明明不喜欢吃木耳的 他也知道的 怎么给他加了一个木耳 难道是项目遇到困难了 不过没关系 他男朋友很厉害 重点大学毕业 他自己只有初中文凭 能交上一个自己喜欢了很久 并且是自己崇拜的人 他每天都能孝心 其他的小事都不是事 想着加起木耳 皱着眉头吃完 就是这家了 正宗的火锅店 闻闻这位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胡倩拉着于南 快速往里面走 于南想着 幸亏身体好了 不然这一顿下去 又得开药了 这空气闻着都抢人 他们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服务员拿着菜单走了过来 你们选 都选自己喜欢吃的 不用客气 于南把菜单给了对面的两人 然后再看看酒水方面 表姐你要喝什么 凉茶就行 钟先生呢 钟子佳无奈了一下 苦笑道 我也凉茶 还有 我们都那么熟悉了 我还是你表姐男朋友 可不能那么客气 直接叫我子佳哥就可以了 他其实更希望他叫他表姐夫 但是他也知道这边的习俗 没有结婚的最好不叫 不然要是分手了 人人皆知 女方就不好过了 看了看对面笑眯眯地看向他的表姐 于南无奈道 好的 子佳哥 你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要点的 说着 笑着把单子递给于南 于南再勾选了一个木耳和日本豆腐 就没有了 叫了服务员 把单子给交了上去 话说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婚都求了 小姨天天和我妈叹气 说女儿儿子都不愿意结婚 烦得很 于南调侃道 我是没有什么问题 看你表姐的意思哦 当然 我是希望越快越好 钟子佳挑了调眉 意味深长地说道 于南看向胡倩 现在没有空 准备进修的是 明年四月份就没事了 可能 我说可能啊 可能五月份吧 说完不好意思的脸都红了 然后装腔做事的喊道 说不定到时有事 那就没办法了 周围一帮人看了过来 于南只好让他们小声点 不然太尴尬了 有什么事你忙自己的 婚礼需要准备的 我让家人倒定就可以了 到时候 你只需要美美的道场就可以 终于得到确定消息 钟子佳恨不得马上回去和家人准备 半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得尽快 那我就先恭喜你们了 到时候 我一定道场看看美丽的新娘子 于南高兴的看向胡倩 还那么长 到时候两家坐下来在戏谈 胡倩无奈道 于南看着他们俩那腻歪的眼神 受不了找来的借口 去上趟洗手间 待了十分钟左右 于南才出来 今天逛了一天 脸上黏乎乎的 那些妆都脱了 于南只好把脸上的东西洗掉 摸摸白嫩嫩的小脸 于南松了一口气 他实在是不喜欢化妆 还是素颜舒服 走出卫生间还没多远 就看到以前的朋友 读书时期暗恋的男神 于南笑着走上前打了招呼 周海 你怎么在这儿 今天不上班吗 碰到老同学于南 还是挺开心的 毕竟大学之前玩得还挺好的 以前每年过节 他们几个都聚聚 就这两年年纪大了 于南也怎么爱出门 就挺久不见 好久不见 还真是你 我在里面吃饭 刚看到你了 以为不是 出来看看 周海看着这眼前明眸好齿 大大方方 气质出众的人 眼神恍惚了一下 和以前彻底不同了 再看看那一看到自己 就变得不知所措 一看到自己就变得欢喜的眼睛 里面什么欢喜嘟嘟没 只有见到老同学的惊喜 心里抽痛了一下 周海不动声色的笑着说道 才多久不见 就变化那么大 S是那么养人吗 我就回来两天 有点事要处理 你呢 我回来一个多月了 之前身体不舒服 现在好了 所以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以后不打算出去了 在家里养老 反正老朋友们都在这边 以后有时间 还可以经常聚聚 于南其实还是挺想老朋友的 对了 周敏最近有回娘家吗 还是在市区 于南期待的问道 他们都是于南的同学 读书时关系非常的好 只是后来各自忙工作的原因 就没有聚过 最后一期聚会的时候 还是前年周敏结婚的时候 想想都已经过去两年了 他还是挺想他的 我也不怎么注意到 他过年的时候回来过 带了女儿回来 你呢 有没有对象 有没有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他装作无意的问道 于南看着眼前 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 是自己曾经喜欢了 很久很久的非常优秀的人 是自己整个青春都在幻想的人 后来鼓足勇气表白 却没有结果的人 于南笑了笑 摸了摸自己平稳的心跳 原来一切都会过去 过不去的 交给时间 时间会带走一切 这样 那就只有过年才能和他聚聚了 我现在就在家养老呗 没考虑过人生大事 走一步 看一步了 听他们说你准备结婚了 不错不错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 你都快完成了 果然还是老班长力所 于南笑眯眯的调侃道 曾几何时 能平静的面对你 是我奢求了很久的事 现在想来 也不过是庸人自扰罢了 小男 出来那么久还不回去 菜都快化了 快点 等会我还要回去和我爷爷查日历呢 钟子佳和胡倩都吃了一会了 于南还没回来 他就自告奋勇的过来找了 看那两人聊了一会 灭有要走的意思 怕自己老婆等得久 就只好出声打断了 说完不看那男人 望过来疑惑打亮的眼神 看了于南一眼 直接走掉 于南尴尬了一下 只好提出告别 那周海 我先进去了 有空到时候 我们几个再聚聚 反正距离都近 你也赶紧进去吧 败了 说完点点头离开 周海看着于南离开的背影 想到刚刚看到的那男的 他的眼神暗了一下 浑身都是名牌 手上的手表上百万 他还是在网上看到过的呢 于南的追求者 一个农村出来的姑娘 他是去哪里认识的有钱公子哥 皱了皱眉头 思考了一会 也抬脚走了进去 第54章 一更 再不回来 我就吃光了 你爱吃的木耳 都给你烫好了 快坐下吃 胡倩看向于南抱怨道 碰到一个老同学多聊了一会 于南一边坐下一边道 夹起碗里的木耳 看向他们 要不要再加点菜 这里还有 不用了 就我们三也吃不了多少 等会吃饱 要不要去我那坐坐 胡倩看了看 桌面还有那么多菜没吃 摇了摇头 于南看了看时间 吃完也不早了 就不打算在县城逗留 想早点回去 不了 刚买了房子 回去和他们讨论一下装修问题 等会吃完也不早了 下次过来再去 于南回复道 另一边 怎么去了那么久才回来 秦宇刚想给周海发信息 就看到他回来 随口问道 周海心不在焉的坐下 嗯 哦 辣椒吃多了 肚子有点不舒服 没事了 吃吧 抬头笑了笑 继续吃菜 秦宇张了张嘴 看出了他心不在焉 他低下头 慢慢挑着米粒吃 过了一会 他最终还是出了声 等会不看电影了 我们回去吧 我有点累了 双手紧紧抓着筷子 其实他还是有点期待的 嗯 这样 那吃完就回去 等会我送你 周海点点头 给秦宇再次加了一次木耳 秦宇失落的不再出声 心想他可能是工作上出问题了 工作上的事 自己一个初中毕业的也不懂 还是不打扰他了 吃完饭之后 于南就和表姐他们分开了 他也没事做 直接坐车回家 到镇上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四点 这两天 家里的空间菜已经吃光了 新的还没种 原先的那些灵气太足 鱼爸鱼妈须不受补 不能吃 还是得等那些重新种出来再吃 于南去菜市场逛了一下 在鱼滩那里 竟然看到了大闸县 这一省是内地 不靠海 在家里这边从小到大吃海鲜 都能数得过来 镇上就没见卖过 后来去S市工作 那边靠海到处都是海鲜 但是还是很贵 吃的也不多 就算这样 每月也能吃个两三次 后来生病 禁止吃海鲜 他就更加没碰过来 现在身体健康 可以吃个够 老板 大闸县怎么卖 于南看着都没怎么人光顾的大闸县 兴奋问道 一斤三十 你要不要 见有人问 老板赶紧走了过来 昨天去钓鱼 被忽悠 买了50斤的螃蟹回来卖 谁想一个买的人都没有 那些卖菜的妇女们都说 肉都没有多少 全是渴 还不会做 还那么贵 吃个鬼啊 自己竟然也无言以对 于南想着之前买过的十元一只 再看看这两只都有一斤了 感觉有点贵 想想于妈之前砍价的模样 跃跃欲试道 太贵了 少点 我全买了 农村很少人吃的 大家辛苦从地里回来 就像一口一大块肉 谁想慢慢咬着这个 是不是 等会天都黑了 我今货贵啊 美女 再少我就亏本了 说完拿起装了半袋子螃蟹的蛇皮袋 往秤上一方 看向于南 诺 五十斤 全要了 全要了给您少点 二十五一斤 不讲价了 不然我回去一锅煮了自己吃 下次再也不进这些货了 亏死了 一千二百五十元 要是被鱼爸鱼妈知道 肯定被骂 哪个人买菜几十斤几十斤的拿 一千多块 还是一堆可回去 不过想到 以后可以经常吃到香辣蟹 他还是支付了 拿着两个大袋子分着装 于南再去买了一点晚上吃的其他菜 就走到街口 准备打车回去 于南 买菜呢 要不要我送你 周海刚送完女朋友回来 就看到于南提着一大袋东西 走向摩托车队那边 忙降下车窗喊道 哟 可以啊 买车了 混得不错呀 看到周海于南惊讶了一下 但也只是一点点 街口都是往各村的必经之路 两人还都是隔壁村 碰到挺正常的 周海看着于南打量他的车 心里得意了一下 略带骄傲的道 这没什么 十几万的车而已 几年的工资 全部都用这上了 走吧 上来 我送你 你这也不方便 周海的语气 于南怎么会听不出来 不过也是 在这三线城市 一个农村孩子工作三年 凭着自己的努力 买了一辆在农村来说 已经是算是豪车的车子 值得骄傲 不用了 我打车方便点 你家比较远 我们也不同路 我打车回去就十分钟就到了 好了 不多说了 我买了螃蟹 再不回去就死了 说完举了举手上的两袋子东西 转身打了一辆摩托车回去 周海关上车窗 看着远去的人 眼神暗了暗 果然和以前不一样了 更加自信没力了 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可惜了家里拖后腿 不然 等车开进自己村里那条路时 于南叫司机停了下来 师父 在这里停就可以了 多少钱啊 咋 这还没到呢 还有一半路呢 怎么停这了 你走回去啊 司机不解了 这才走了一半路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而且路费怎么给 没事 我家田在这边 家人都在田里劳作 那就按平时嫁妇了 于南看出了司机的欲言幼稚 把五元钱递给了他 拿着东西往前走了 等司机开车的声音再听不到 于南连忙把一袋子的螃蟹 倒了一半左右 到另一个装了螃蟹的袋子 满满一袋 直接放进了空间 等会回家 再放进房间水里 村口人太多 你买了多少东西 他们基本都能看得到 所以 于南只好在半路 把东西放进空间 再从里面 把那个蜡烛腿拿了出来 找了一个干净的石头 先坐着 给于爸打了个电话 让他来接人 不到五分钟 就见于爸开着电动车 慢悠悠的过来了 哟喝 你这去拿买的火腿 于爸看着于南旁边的火腿 两眼冒光 这东西好吃 街上没有地方卖 大多数人也不会辣那么多 基本过年完都吃光了 县里买的 人家说今年才做 家里太多了 就拿出来卖 可贵了 把火腿放到放脚的 空着的那地方 让于爸抓着 于南坐上后面 开了起来 那晚上炒一盘 刚好之前泡的那点人餐酒 可以喝了 嘖嘖嘖 这才是享受 于爸想着那场景 急忙加速回去 刚到门口就看到于七 带着小晨晨在看电视 于爸把那火腿抬了进去 他拿了一个桶 把螃蟹倒了进去 装了点水 避免死了 刚好八只 一人两只 小孩子太小 就不让吃了 哇 竟然有螃蟹 晚上清蒸 还是做香辣馅 于七兴奋地说道 他自己也很喜欢吃海鲜 以前工作的时候也经常吃 说来也是结婚后 开始就没再吃过 记得刚结婚不久 他还想吃来着 被婆婆一说太贵了 留着钱买房 他就再也没提过 后来买了房有了房贷 但凡贵点的东西 他都不敢买 心里苦笑着 还是不嫁人的好 像妹妹一样多好啊 买这玩意干啥 都没一点点肉 贵得要死 还不如把钱买至极划算 说这话的就是鱼霸 一切不是肉的食物 但凡价钱超过了其他肉类 他都觉得不值得 贵 鱼男也算了解他 那个时代过来的人 都是吃苦过来的 你们都没吃过 尝尝鲜 就清蒸吧 原汁原味 老妈不会做 姐你去做 我去休息一会 太累了 鱼男着急的想去空间看看 他刚放进去的螃蟹 趴在里面 久了没接触水会死掉 进房间后 鱼男急忙进了空间 看到地上到处爬的螃蟹 鱼男满脸黑线 幸好每次从空间外放东西进来 都是距离地里比较远 不然他怕那些菜被祸害了 拿着袋子 一个一个的抓了进去 死不死的 就不用担心了 看着比外面的更有活力 全部抓好后 鱼男把这些螃蟹 全部倒进了之前 在荷塘围起来的那块地方 希望在空间里 他们能铲子 以后也不用担心 没有螃蟹吃了 想着明天那些种子 应该能倒了 鱼男把一块的青了出来 一会到时候 种上西瓜和蔬菜 一样重一点 够家里自己吃就行了 弄好之后 鱼男想着明天倒的桃子 地里种着 到时候会太挤了 他看向远处的青山 想了想 还是走了过去 大概十五分钟的路程 鱼男走到了山脚下 映入眼帘的是 满山苍翠 溢水碧波 飞流直下 芳草樱音音 第五十五章 鱼爸这些天的委屈 二更 一眼望去 全都是充满生机 郁郁葱葱葱高大树木 磕磕 都是枝繁叶茂 鱼男不认的是什么树 想来应该就是 黄女所说的那些珍贵品种了 再看向飞流直下的瀑布 不似书本上描写的波澜壮阔 却也是千丝万缕 水落石出 底部的水潭倾可见底 形成一条溪流 流向远处到的河塘 山上似乎没有什么动物 都听不到声音 水底也没有鱼类 看来应该是凤凰的威压 导致低级的品种无法生存 不过现在黄女已经离开了 自己要不要买点家禽进来养着 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等明天桃树苗来 直接种到小溪两边 以及把水潭旁边也围了起来 到时候一开花 简直是美景 想想就期待 时间差不多了 于南赶紧出去 家里已经摆上饭了 于七刚好准备敲门 于南就出来了 看着桌上满满的饭菜 除了蒜苗炒火腿 还有清蒸大闸馅 以及昨天还剩的半只鸡熬的人参鸡汤 加上一盘油爆菜花 于南看得胃口大开 吃着吃着 突然想起买了房 还没和家人说 于南咽下嘴里的饭菜 高兴看向大家 我今天去县城把房子买下了 就在文化宫后面 立信酒店旁边那里的一格园 150平这样 在21楼 31厅艺术房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卫生间 每层只有四家用户两个电梯 首付36万多 以后每个月要交3200的费用 要交30年这样 你们觉得怎么样 哇 那里地段那么好 交通方便 以后小孩读书也方便 可以可以 于七提妹妹高兴 却也松了一口气 自己嫁远了 弟弟又不靠谱 以后父母只能靠妹妹照顾了 之前还怕妹妹嫁远了 现在房子都买了 想来应该不会 他觉得自己有点自私 但是能怎么办 当年自己不懂事不听话 硬是要远嫁 现在后悔也没用 只能不让家人担心 才是最好的 怎么买了那么大 你钱是不是快用光了 要不是不够我这还有 每月都还要付那么多 过了年得找工作了 于妈既高兴又担心地说道 你妈说的对 买了就买了 过了年就得努力工作 不然坐山吃空 以后有的你来烦 说完又高兴地多喝了两杯 再继续道 不行就大家一起努力 整个村里找找 谁能像我女儿那么年轻 就有房子的 是不是一个都没有 到时候装修好了 我们办个酒 想我一辈子到现在 每年都去吃别人的西酒 那么多次 这次终于轮到我们家了 说完又喝了几杯酒 于男和于妈看着他高兴 也不拦着 于妻低着头不说话 他当初结婚 也没有在家这边办婚礼 什么时候装修 能不能在年前装完 到时候刚好新年新房 于爸满脸潮红地看向于男 满眼都是期待着 过两天拿了房产证 我就去联系人来装 一个月左右吧 年前应该可以的 于男算了一下丝时间 到时在家里或者酒店半酒 新房就先不住 还有一个多月呢 可以的 好好好 小妹出去了 以后我和你妈就靠你养老了 你哥那个傻的 到时候也给你帮忙 不死他就行 你姐呢 自己成家了 就不用 他怎么样了 我和你妈也老了 干不了几年活了 你自己努力努力 说着说着 他就哽咽了 爸你喝醉了 以后我们三姐弟妹都努力 你别说了 小妹压力大 于妻赶紧劝道 你让他喝 今天他高兴 这十几年来他心里也苦 于妈拦着于妻道 老婆子 我俩磕磕碰碰 也到了这年纪 这些年 让你吃苦了 我没本事 爸妈不喜欢我 当年我读书读得最好 考上高中也不让我读 直接让三妹去 结果读了个屁回来 那些年我恨啊 于爸拉着于妈的手 醉眼须须地说道 我知道 我知道 都过来了 于妈这些年来 确实过得很苦 没有哪天轻松过 为这个家操碎了心 六十岁的年纪 已经满头白发 比同龄人苍老了许多 结婚后 他们就把我和小弟分了出去 看不起我有一个傻儿子 看不起我借钱给两女儿读书 个个都说 我把两女儿攻上大学是傻子 白白便宜了别人家 看不起在别人家 都是楼房的时候 我们家的床 都是木板组成 大姐和姐夫看不起我 说我们家做的饭菜 都是脏的 逢年过节 从不进我们家 小弟因为家里房子不够 保治每次回来都去娘家住 被村里人嘲笑 被丈母娘责骂得像个孙子 于爸激动声音 渐渐低了下来 拉着于妈开始哭 于南想着家里 那些年过的苦日子 心里酸涩 喉咙哽咽 实在忍不住 拿了一张凳子到门口坐着 看着远处的路灯 看着漆黑的夜晚 周围都是蛙声一片 可也挡不住里面于爸的委屈 爸妈不喜欢我 我也给他们养老送终了 村里说到谁家女儿最出色 哪个说的不是我们家 都说我穷 看不起我 我不也用着这五母爹 养出了两个大学生 再建了两层的楼房 我女儿还买了一百多万的房子 就问村里谁有他有出现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老婆子 以后我们就想服了 于爸又哭又笑的拉着于妈 于妈在一旁直掉眼泪 于妻也哭着走了出来 坐到于南旁边 过来一会 他才慢慢的停住 看着旁边的妹妹 小时候妹妹多凶啊 像个假小子一样 上山入河爬树样样会 小时候抱着他摔倒水沟里 他都不哭 静静的待着水里等人来救 被牛撞飞了也不哭 被外婆抱着 挺着肿大的脸还能睡着 被家里的猪撞倒 咬透嘴唇缝了几针也不哭 想想就想笑 这些年 自己嫉妒 他读大学的时候 生活费高向父母打了小报告 导致他被爸妈误会 两人半年都没说话 又因自己毅然决然的远嫁把 照顾父母的重担压在他身上 还时不时的向妈妈说 要让妹妹嫁进点 导致他和男朋友分手 于南比他自己都还懂事 还要像姐姐 于妻看着前方漆黑的夜晚 哽咽的轻声道 对不起 这些年 姐姐对不起你 然后大哭起来 于南想着 这些年来 他都习惯了 如果没有关系 两字让他输心点 其实他也不介意的 没关系 第五十六章 两姐妹的恩怨 虽然嘴里说着没关系 但是以前的他是不会原谅的 伤害造成了 他被逼着长大 长大后 他能理智的面任何事 但几年前的于南却不会 于妻叹了一口气 心里松了一下 开玩笑的说道 我们闹得最严重的 应该就是 你大二那次过年 我哭你也哭 最后我们还把爸爸惹哭了 然后你半年没有和我说话 咱俩这性格和爸爸一样 真倔 最后还是我先联系你的呢 不过后来你对我说的话 都不怎么信任了 妈妈也是 其实她还是有点失落的 她貌似把妹妹的信任弄丢了 于南回想起那次吵架 其实还是有点心酸 那天正好是大年三十 他们一家吃完饭后 坐一起看电视 那时候家里还是瓦房 电视还是黑白手动扭转的 本来挺开心的一天 也不知怎么的 就说到了生活费的问题 小妹你现在的生活费是多少呀 于妻问 之前一个月三百五十 后来换了新校区变成五百 于南回 那么多吗 我以前每个月才三百呢 你现在都多了快两倍 都是一个城市的啊 于妻吃惊的问 你的以前是七年前 七年后物价不变动的吗 这是于妈当时的回话 那你朋友 于成一个月多少钱 于成是于南的朋友 两人又是同校同专业 一样啊 五百元 她开始的时候就是五百了 我后来不够 还得问她见 之后家里才给我调的 于南当时是有点不理解的 为什么纠结这个 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 于南从来不撒谎 所有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我问问我朋友的弟弟 看看他一个男生多少钱 于七当时是直接打电话 给了他朋友 他朋友说 他弟弟没有六百元 然后于七开始发作 你看他一个男生才六百 你女生吃的又没有他多 应该只要三百才对 你就是骗家里乱拿钱了 我就说我当初才三百 你怎么就多了两百 妈 于南肯定骗了家里人了 乱拿钱 你以后每个月给他三百就可以了 明天我就问问于成 看他是不是要五百元 于南你都快成骗子了 要不是我还有朋友知道这个 你说一千也没人知道 于七当时咄咄逼人的模样 于南现在都还记得 他当时很猛逼 怎么自己就成骗子了 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能说 你爱信不信 然后于七就开始和于妈说 开学后就只得三百 多了他不同意 其实于南的生活费 不是于七给的 但是他作为家里已经工作的大人 说的话还是有分量的 于妈看他很生气的样子 只能同意 只有于爸说了一句 吃的东西 该吃就吃 别节省 别人多少 我们多少 然后于七就爆发了 凭什么 我当初读书的时候 要多少 他就得吃多少 你们不能偏心 物价上涨什么的 都是借口 难道他还能比男孩子多吃吗 然后他就开始大哭 说到偏心于南就炸了 父母对于七最好 要什么有什么 他去读书 还是于爸送的 于南是自己的 外地于男人生地不熟的 也不怕他丢失 于七的生活费 和别人的事一样 都是三百 当时算是属于比较的 于爸在读书这方面 从来就没有亏待过家里的孩子 他凭什么说 父母偏心他 我的学费 是自己去贷款的 一分钱都没有要家里的 你呢 于南委屈的 也开始大哭起来 以后不还是要家里帮你还 说的好听 有什么用 于七直接嘲讽的反驳 于南受不了他的那种于七 直接联系于成和于七朋友的弟弟于安 让他们两个过来帮忙解释 等那两个人过来的时候 于南还没开口说话 于七就直接问他们 你们俩现在的生活费是多少呀 于成你的是不是三百五十 于安你是不是六百 不是啊 我的是五百 大家都一样啊 有钱的人是一千多 这是于成的回答 我开始是六百 后来发现不够 变成了八百 但是我每个周末都回家 于安是在本市读的书 周末可以回来 两人说完后 一直看着于南哭 他们也不知道这闹什么 感觉怪尴尬的 就兜走了 那时候的于南 觉得自己的尊严 是被按在地上摩擦 并且还叫人来围观 他委屈的想爆炸 这样啊 物价涨的还挺快的 也是 以前一碗粉才一块五 现在都三块了 那于南 以后还是一个月五百吧 于七那时若无其事的 对于南说道 不用你家好心 还有 以后我的学费贷款 我自己还 不用家里还 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姐 我恨死你了 当时气话是一出又一出 心里怎么爽怎么说 于南说完这句话后 于爸站了起来 走进房间 过来许久出来的时候 眼睛是红的 然后于南和于七就没说话了 后来于妈和于南说 当时于爸在里面哭了 他说自己没用 连女儿的学费 都要自己去贷款 说怕你恨他 于南当时很心酸 他并没有觉得 读书需要的费用 是要求家里一定帮他 他自己毕业工作可以还 他也没有恨父母 他爸妈已经够辛苦的了 然后大二的时候 于南开始申请助学金 奖学金 生活费不用家里 学业需要的电脑 也是自己买了 大学毕业的学费贷款 也是自己工作了还的 没有用家里的一分钱 然后大二下学期的时候 家里也建了房子 于七自己出了一万 还是被于妈问要的 他不给 被于爸说了很久才给 当时他已经工作了四五年 给了之后 他就开始找于南修复关系 大学社友都知道 他有一个工作了很久的姐姐 都问他姐姐 有没有给他生活费 有没有给他买东西 因为社友们的哥哥姐姐 都有承担他们的生活费 他当时候只是说有 然后就没有再聊过于七 那时候 他还没有对于七 失去完全的信任 于七问什么 他还是会说 直到于七毕业后 谈了一个外地的男朋友 于七的男朋友 是公司同事 两人是自由恋爱 当时感情还没有到达 不能和你在一起 就怎样怎样的那种 当然 也是打算长久发展的 于七又一次问于南 有没有男朋友的时候 于南说有了 然后把男朋友的情况和他说了 让他先不要 告诉父母 等稳定点再说 挂完电话 于七转头 就和于妈说了起来 回去过年的时候 于妈就开始叨念 说找个静点的比较好 远了有什么事也照顾不到 于南当时说的是看缘分 于爸也说 都让他去外地读书工作了 认识的都是外地人 那能怎么办 看他自己的意愿了 后来于七开始频繁的找于南 每次都问他 和他男朋友的情况 于南觉得这没有什么 就都告诉了 然后每次第二天 于妈就打电话过来询问 由开始的随便你道 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到你爸说 读书都白费了 家那么远 再到我们都老了 以后你也嫁远了 我们怎么办 这时候于南才发现 原来于七一直在背后 和于妈窜挫着 不让于南嫁远 要留在家里照顾老人 最好是让他找个入坠的 于妈说 家里坚决不同意 于南嫁那么远的 还说 现在你姐都后悔 嫁那么远了 婆媳关系不好 老是被欺负 当时于南就只说了一句 过不下去 就让他马上离婚 后来于南就和男朋友分手了 生了一场大病 对家里 说他以后不嫁人了 就在家养父母 然后他们 就开始不说他了 于南整个人呢 被迫长大懂事 他从此不再相信于七 有什么事 也是说一半留一半 他只相信自己 从此他经历 好像快被耗光了一样 病一场又一场的来 人也更加的沉默懂事 于南抿了抿嘴唇 擦了一下眼角 呼出一口大气 轻声道 都过去了 一家人好好的才是最重要 其他的又有什么重要呢 好了 我去洗澡了 不说了 然后不再看向于七 转身去拿衣服 第57章 二更 第二天早上起来 于爸想起昨晚的事 尴尬的他 一大早上就跑街上去打牌 于南和于七倒是没怎么样 平时怎样就怎样 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总会找到最让自己舒适的方法 这几天越发的冷了 于南都开始把大衣拿出来穿着 家里也开始烧炭 他刚刚去看了一下萝卜 再过十天就可摘了 两个多月就成熟 应该是泡了零水的关系 下午的时候 他有收到快递公司的电话 种子已经到了街上 于南骑着自行车车 摇摇晃晃的向街上去 这两天吃完饭 他都有和于七学电动车 但还不是很熟 不敢开 况且于爸那辆太大了 不适合他 他打算网上买 最近看中了一款十弩比的 超级可爱 已经下单了 去了六千元 还没送到而已 就买买菜上街用就可以了 到了街上 他先去喝了一碗豆浆油条 暖暖身子 吃完之后 再去拿种子 老板 帮看一下于南的快递在哪 刚刚打过电话的 太多了 于南自己找肯定不好找 直接让收货员帮自己找 等等啊 我看看 于南啊 门口一堆那里就是了 是不是还有桃树的那个 老板看了一下记录 指着门口那一帮给于南看 于南看着门口那一堆 再看看自己的自行车 满脸都是 这么多 我怎么拿回去 你最好叫个车来 现在都是冬天了 你买树苗干啥 这时候 种怎么种的活 收货员疑惑的到 那啥 说是反季节的 我就买来试试 于南心虚的胡说一通 你肯定被骗了 最好还是找有经验的人多问问 不行就退货 老板好心的建议道 行 我回去再问问 我家里有开车来 在外面 我先慢慢抬过去 您先忙啊 看着三捆树苗 于南拿起两捆 往隔壁的公共厕所走去 那个公共厕所 在两个鱼塘中间 鱼塘里杂草 长得非常茂盛 非常的高 厕所没人收拾 比较臭 基本没人来 就算有人急 放进空间里是很安全的 搬了几次之后 总算把东西都放进空间 于南松了一口气 这个厕所实在是太臭了 再来几趟 他都快吐了 早上来的比较早 于南上肉摊看了一下 发现都是开始摆摊 很多东西都还有 他买了一个猪肚 等会再去半只鸡 做猪肚鸡汤 秋冬就应该补标 再买了三斤肥肠 于妈做的爆炒 肥肠非常下饭 于南非常爱吃 就洗干净太麻烦了 所以于妈很少做 买好东西后 很足了 再过一个月就过年了 往年这时候 于南还在加班加点的工作 然后手机各种软件 不停的抢票 今年他提前几个月回来 真爽 买好东西后 他也不耽误时间 回去还把种子种下 就赶忙回去了 这么早去街上 买了啥 有买到那个好吃的菜吗 于妈晒好衣服 刚从楼上下来 看到于南大包小包的拎着 没有 今年人没有来 这几天都没看见人 可能回去过年了吧 我买肥肠 妈等会你做一下 我好困 先去补棉了 于南看见于气还没起 正好找了借口进房间 进了空间 因为昨天已经把地弄好了 于南一直把买的蔬菜苗 都撒了上去 再用一层薄土铺上 去河塘拿里打了一桶水 把刚种的都浇了一次水 弄完之后 于南把桃树苗 沿着小溪两边 开始挖坑种植 隔着两米种一棵 幸好泥土非常的肥沃 泥又细 很容易就挖好一个洞 放入树苗后 就捧着两棵水浇上去 等他种到水塘边 已经给一个小时候了 一直弯腰 还是比较累的 看来以后要坚持跑步了 虽然身体好了 但是力气不够 他不是很满意 摘了一串葡萄 躺在水塘边 柔软清香的草地 一边吃 一边想着这日子 简直不要太惬意 躺了一会儿 他赶紧起来把剩余的树苗 加快速度种下去 然而围着水塘种了一圈 树苗还是剩下一点 无法 只能往山脚那里往上种 山上树木太多 他怕到时候 桃树被挤压种不活 幸好只是进入了一点 就种完了 看着自己种下的桃树 虞南能想想 得到开花的时候有多美 其实他有一个比较的计划 想等过完年之后 把后山承包下来 到时候把空间里的种子 或者树苗移栽到山上 到时候不愁没收入 因为还不确定 所以他还没告诉家里人 走到水塘边 洗了一下手和脸 虞南看着身上脏兮兮的衣服 眼珠转了转 去把葡萄地里 拿了一根竹子 插入水塘 发现不是很深 两米左右 虞南直接穿着衣服 就跳入水潭 畅快地游了几个来回 把身上的衣服都冲干净了 才上岸 出了空间 把衣服换了一下 看着时间还早 虞南又转身进去 买了房子 家具之类的 虞南比较喜欢木制的 所以他打算去书检那里 查查山上的树木 有没有适合的 到时候可以用上 走到检树那里 虞南把手按了上去 出现的是像地图一样的画面 虞南找到青山 点击了一下 整座山就被放大 大多都是沉香和檀香 以及凤凰的梧桐树 树林太高 上前年上万年都有 最小的都是上百年 虞南上网查了一下 做一套家具 需要多少棵树 然后他看到了 一棵上好的沉香上千元 一棵上好的檀香 五百至一千元 虞南再看看 自己满山的檀香和沉香 看似直头晕 全都是钱啊 网上说 一套平常品质的沉香家具 都要上百万 清早期沉香木雕山水图笔筒 估价12万至18万元 成交价达到了六十四万九千六百 而且沉香和檀香 都有药用价值 非常昂贵 他要是敢拿出去 摆明这就在告诉别人 他有异常 招贼惦记不说 自己可能都得完蛋 虞南 告辞 想都不敢想 还是老老实实去商场买吧 心累的他 不想带着空间了 直接离开 空有金山却无法使用 心累啊 虞南出来空间 拿着一杯冷水 坐在沙发上恍惚的喝着 咋了 身体不舒服 看着傻傻的 虞妈刚把菜端上来 就看到虞南愣愣地举着杯子 好久都不动 没事 刚睡醒 有点猛 回过神 虞南把水喝光 冷静了一下 不想那么多 等有能力了 再考虑那些数吧 下午没事做 虞南看着虞七带孩子玩 他无聊得很 天太冷了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 坐在炭边 腿都快烤熟了 这么无聊 你要不做烧烤吃 家里不是有些菜吗 刚好烧着炭 虞七看着虞南无聊的昏昏欲睡 给他出了一些建议 虞南听完 眼前一亮 对啊 烧烤和啤酒很爽啊 然后起身去冰箱看看 还有什么菜 有火腿 菜心 还剩一点 鸡肉 腊肠 虞南一样拿了一些 把之前买的配料调制好 家里没有烧烤的工具 只好把烤箱里的那个网拿出来 当做烤架了 话说那个烤箱 还是虞南买的 摆上烤架之后 把鸡腿鸡翅和腊肠先烤一下 然后把火腿切成一片一片的 像烤肉一样 烤到半干 刷上油 技术不好 油滴烫伤 又是火又是烟的 他也不管了 烤的就是乐趣 吃才是其次 鱼爸回来 就看到鱼南撅着屁股在那吹火 炭都快灭了 烟是一阵一阵的呛人 烤架上都看不出是啥东西 他无语了一下 想像平常一样说叫 准备开口 听着他一阵咳嗽 算了 走了过去 起来 就会吃 生个火都不会 看看这乌漆漠黑的东西 还能吃 一边说着 一边把炭都拿了出来 在下面垫上一些木屑 着了之后 再把炭火架空在上面 不到一会就燃了起来 再看上面的食物 吸了口气 浪费粮食 我来 心里默念着 这是轻声的 不然就打一顿了 鱼南看到 鱼爸回来的时候 还紧张了一下 就怕被骂 结果他 反而帮这帮那得 鱼南反倒是愣住了 小时候被骂多了 一点关心 都让他无所适从 刚好手机响了起来 看到是谢雷打来的 想来应该是房产证拿到了 他忙接了起来 谢经理好 是不是房子的事啊 鱼小姐您好 对 房产正下来了 您找个时间过来拿吧 我用了点关系比较快 没什么阻拦的 他特意说明 是用了自己的关系 就是想让鱼南记住他 以后有啥能想到他 鱼南也听出了话外音 好的 麻烦了 我明天过去 到了联系你 挂了电话 看向一直支着耳朵 听得鱼爸 房产正下来了 明天我去拿 顺便叫装修的过去看看 鱼南重复了一遍对话 好好 那过年应该可以了 烤好了你吃 说着笑嘻嘻地地上 一只烤鸡腿给他 鱼南愣着接过 慢慢咀嚼着 挺好吃的 像小时候的味道 第58章 装修房子 第二天一早 鱼南就被鱼爸叫醒 简单吃点东西后 就送他到街上坐车 坐上车后 鱼南掉出了 装修王师傅的电话 拨打了过去 等了一会那边才接通 应该是还没睡醒 喂 谁啊 那么早的 王师傅看着陌生的电话 那么早打过来 脾气不是很好的问道 王师傅您好 打扰了 我是鱼南 胡倩是我表姐 之前您不是帮他 装修了一套房子吗 他觉得非常好 就把您介绍给我了 他和您说过了吗 鱼南好脾气地说道 哦 鱼南小姐是吗 您好您好 他交代过的 等您电话就可以 您现在打来 是要询问还是 王师傅赶紧正声道 这可是的大客户 做完又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 刚刚可以好好过年 对 我现在去新房子那里 您现在有空吗 我们过去看看 然后商量一下怎么样 看他已经清醒了 鱼南把正事说了出来 您先在那等我一会 到了我联系您 王师傅立马起来洗漱 换衣服出门 鱼南挂了电话 感觉到车上的几个人 眼神一直看向他 他也不做理会 闭眼休息了一会 到了地方下车的时候 还能听到后面几人的对话 哇 那么年轻 有自己的房子了 真厉害 说不定是父母给的钱呢 家里有钱也说不定 哼 长得那么漂亮 说不定是那种 上不得台面的身份呢 一个又嫉妒又不屑的女生想起 其他几人听他这么一说 面面相去 一般紧要的陌生人而已 不能影响今天的好心情 刚到义德园门口 就看到谢磊在那等着 鱼南赶忙上前打了招呼 谢经理 走 谢磊连忙上前两步 手里拿着文件袋子 看向鱼南 与小姐来得好早 这样 要是不急 隔壁酒店的广市茶点不错 我们去尝尝 谢磊看了一下手表 才刚上班一会 想来应该是没怎么吃早餐的 于是提议道 鱼南无所谓 刚好他没吃什么东西就来了 这回还真有点 呃 王师傅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 于是点点头同意 坐下之后 鱼南点了一份长粉和虾脚 谢经理要了一样的 再点了一壶茶 等服务员走了之后 谢磊把文件带递给了鱼南 里面是房产证 以及一些资料 发票等 您收好 有什么问题 到时候联系我就可以了 说完接过服务员拿过来的茶 给鱼南和自己 各自倒了一杯 鱼南拿出房产证看了一下 名字是自己的 自己终于有一个安身的地方 整个人感觉都踏实了一些 空间是好 但是就怕哪天不能用了 到时候 什么都留不住 把东西都放进杯包里 举起茶杯 多谢谢经理了 我就以茶代酒 敬您一杯 客气客气了 以后有什么事 能帮上忙的 尽管说有朋友要房子 也可以介绍到我们店 保管真诚 卖出一套高价位的房子 自己店铺年终数据 到时候也好看些 再来几套 那自己明年就可以上升一步了 好说好说 东西都上来了 您先吃 我上个洗手间 鱼南拿着手机上了一趟厕所 出来的时候 顺道把账给结了 两人刚吃完 王师傅电话就来了 鱼南接了起来 鱼小姐 我到门口了 您在哪里 我过去找您 看着人来人往 装潢得很上档次的门店 王师傅也不好意思进去 毕竟自己没有买房子 我在隔壁广市茶点吃早餐 王师傅要不要过来一起 鱼南想着 一大早叫人过来 应该是还没吃的 不用 我吃了才来的 那您慢吃 我先等等 王师傅赶紧拒绝 他不习惯吃那些东西 贵就算了还吃不饱 鱼南也不抢求 他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鱼南叫来服务员 打包了两个叉烧包 和一杯豆浆 等会拿给王师傅 周海今天刚好送秦宇去外地 这几天 就是否结束 异地恋回这边发展问题 还没有解决 秦宇似乎不是很愿意放弃事业 今早早早的就说要回去 早上过来 这边吃了早点 等会送他去车站 就听到鱼南的声音 他们距离自己四五桌的样子 跟着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 那男人他认识 是隔壁一格园的经理 上次和同学去看房子的时候 是他接待了他们 他同学是个富二代 听说谢经理是和他爸爸认识的 之前打了招呼 周海对于鱼南越来越好奇 他究竟在做什么 怎么认识那么多有钱人 上次那个男 这次又是经理级别的 看着关系还挺好的 周海看看了身边的情语 算了 还是先不打招呼了 等会回来 自己一个人再问问 鱼南并没看到这一幕 他已经和谢经理走了 回去路上 谢雷想了一下 还是问道 有想好装修成什么样子吗 鱼南早就想好了 比较喜欢中式的 但是颜色可能比较暗沉 所以我上网查了一下 心中式风格 我就挺满意的 对了 谢经理有没有什么木制家具的渠道 我想要博骨架 踏踏米 沙发 书架 椅子 还有床 都是木制的 颜色要比较浅色 房子主要是走暖设计 看着让人心情好 回头我帮您问问 谢经理想到自己妹夫 不就是做家具的 回头问问 鱼南他们走到门口 给王师傅打了一个电话 就见垃圾桶旁边 正在吸烟的男人接了起来 鱼小 我在门口呢 我看到你了 走吧 进去看房 鱼南摇摇手示意她 王师傅赶紧把烟吸掉 喝了一口矿泉水速速口 走向门口那 身穿黑色大衣 牛仔裤靴子的女孩 看着不大 22岁左右 没想到都买大房子了 不能比啊 给 猜您可能没吃 那么早的 边吃边走吧 鱼南把早餐递给了王师傅 也不等他拒绝 就先往前走了 王师傅接过东西 快两步追上鱼南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毕竟好的一个东家 到时候装修起来有问题 也好沟通 到了鱼南的房子 鱼南站在门口 王师傅进去转了一下 心里大概有了谱 出来问鱼南的想法 我上网查了一下 心中是风格 我看着挺喜欢的 我喜欢木制的东西 所以希望边边角角的东西 都是木制 大厅电视墙背景用梅花 那种树枝比较多 花孤朵比较小的大幅 玄关柜也要木制的 就按照这个图的来 钱不是问题 麻烦王师傅全程跟进了 鱼南从网上下了一张装修图 非常好看 低调奢华 不像现在的欧式风格 也不像那种沉闷的中式 都是浅色系比较多 显得采光好 空间大 鱼南正说到一边 手机就响了起来 一看竟是周海的电话 挑了挑眉 接了起来 周海有什么事吗 没事 刚刚看到你在县城 有没有空出来吃个饭 周海把车停在易德园不远处 看着谢经理在招待客人 啊 现在 我现在没空 在忙呢 改天吧 到时候我请客 怎么样 鱼南看了一下 在旁边等着的王师傅 回复道 这样啊 那行 等有空再约 我就不打扰你了 挂了电话 周海眼神深安的看向前方 嗤笑一声 启动车子离开 鱼南挂完电话 看向王师傅 行吧 就这样 其他的您看着办 我也不懂 到时候有问题 直接联系 我就可以了 好的 没问题 那我明天叫施工队过来 就明天开始了 等会您给我设一下指纹密码 到时候装修完了 您再消除就可以了 这样不用您一直过来跟进 于师傅把图片 保持到自己的手机上 对鱼南说道 鱼南点点头 他正有此意 准备过年了 他也没空一直下来 偶尔过来看看就可以了 第59章 卖萝卜 偶遇赵镇掌 听完王师傅说的一些七七八八 鱼南下午就回去了 反正他也不懂 也通知了表姐 有空就过来帮自己看看 这样 王师傅也不敢作假什么的了 到家的时候 他肚子都快饿扁了 就早上吃东西 一直到现在两点多 于期看他累累的样子 去帮他热了菜 鱼南刚上桌鱼妈 就从地里回来 也拿起了碗筷一起吃 妈你怎么又那么晚吃 胃都还没好 不按时吃饭怎么行 要吃再多也没用啊 鱼南不赞同地看向鱼妈 我这是第二餐了 上午11点 我都吃过饭了 你不说我都忘记了 最近胃都不痛了 那个药我也没吃了 应该是最近按时吃饭的原因 鱼妈高兴地说道 鱼南猜应该是零水的效果 他一直往家里的水 加入空间的零水 之前吃的菜 也都是里面种的 效果想来到些时候 应该有了 萝卜买的还是后面种的 鱼南看着前面的萝卜炒牛肉 疑惑地问道 味道非常的好 清脆甘甜 你爸今天去后面看看 然后说 看到萝卜都冒出来了 他就拔了两根回来 别说还挺大的 有你手臂那么粗了 水分非常多 生吃都非常好吃 不像别人的 都是带着辣味 我们家这个是甜的 那什么时候拿去卖 鱼南加了一口又一口 别说 越吃越好吃 他越来越期待 以后家里都种着 这些空间出品的菜 收入完全没问题 鱼妈算了一下时间 后天吧 后天 我们先挑一框去街上看看 如果可以 那慢慢卖着到年前 那一亩刚好卖完 鱼妈算得好好的 然而却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三天后 今天是红星镇的接日 鱼妈一大早六点 就起来去后面的地里拔萝卜 早上的泥土还是湿的 露珠都还没干 鱼南在鱼妈到地里半小时左右 也赶了过来 穿着雨鞋 戴着手套 一拉一个萝卜 萝卜长势非常好 弄了一个小时 把两筐装满 才去了半行 一亩地一共十二行 两行被拿来种豌豆苗 其他的都是种上萝卜 按照鱼妈的计划 确实可以拔到年前 弄完之后 鱼妈挑回院子 鱼南拿了一个大盆 把萝卜一个一个的 给清洗掉沾上的泥土 再一个一个得累好 放进筐里 这时 鱼爸也起床了 等会还得他拉到街上 快洗脸 我们去早点 才能站到好位置 不然后面去都不知道放哪里 鱼妈看着鱼爸 慢悠悠地就来气 来了来了 我先给你们拉街上去 回来我再洗脸可以了吧 鱼爸一边把三轮车开出来 一边嬉皮笑脸地对鱼妈道 鱼南去拿了衬托和塑料袋 这些家里一直有准备 不用临时去买 然后和鱼妈一起坐上了车 到街上的时候 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了 鱼爸把车开到菜市场 找了一个入口的空框位置 里面的位置比较小 都是给那些菜不多的人卖的 外面都是卖鱼的比较多 鱼妈下去 在地面铺了一层干净的塑料袋 然后把萝卜一个一个地捡出来摆放好 要是往常的菜 早就一篮子倒出来了 这次的萝卜比较脆 可不敢这样子 鱼南趁着鱼妈在忙 他忙去打包了两碗粉 不然等会人多起来 就没时间吃东西了 也不知道卖到什么时候 饿过头就不好了 等鱼南打包好回来的时候 鱼爸已经回去了 只有鱼妈还在摆弄 妈你先吃点 我来弄 等会人多你来当好 鱼南自己没有叫卖过 也不懂怎么卖 只能先帮点忙了 鱼妈想着 等会还要力气叫卖 觉得女儿说的对 也就不再纠结了 让鱼南先摆放 他把粉先吃了 鱼妈一边吃着 一边和旁边卖西红柿辣椒的人交谈 大姐 现在场地费要交多少钱啊一天 场地是要交钱的 按天算 以前是两块 现在不清楚多少了 自己没撞着 爷乐德和鱼妈交谈 现在都是五块钱 比以前贵了好多 你家这萝卜 看着胖乎乎的 长得那么好 自己种的 还是贩卖回来的 鱼妈听她这样说 忙拿了一个 过来掰成两半 一半自己咬着 一半给老奶奶 自己家种的 早上刚拔出来 在家洗干净了 您尝尝 特甜 说完看见老奶奶有点犹豫 自己忙嘎嘣嘎嘣地咬着 刚吃了粉 还挺渴的 正好解渴 老奶奶见鱼妈这样拼 嘴角抽了一下 也不好再拒绝 拿了过来 用水再洗一下 削了皮 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 毕竟萝卜生吃都带着点辣 味道有点怪 她可不敢大口吃 就咬一口 本会也好拒绝 谁知刚咬了一口 就满嘴生惊 清脆的口感 甜味一下就弥漫在嘴巴里 一点辣味都没有 水分超级多 她忙吸了一口 不知不觉 已经吃了几口 鱼妈看她这样 忙笑道 是吧 不骗您 我家的萝卜 真的超级好吃 刚好买点萝卜回去炖牛奶 再想着过年肉太多会腻 家里的泡菜差不多吃光了 可以泡点酸萝卜 等过年刚好可以吃 给我五斤 先放着 不然董会忘记了 多少钱一斤 老奶奶忙问 不贵 和市场的一样 三块一斤 鱼妈一边装着一边打 八点半了 一般九点人就开始多了起来 鱼妈肚子有点胀 忙和鱼男说一声 她去趟厕所 让她先看着 鱼男已经摆好了 正在吃粉 点头答应 老奶奶看着鱼男 安安静静地吃着粉 长得漂亮 就连吃东西都挺好看的 你今年多大了 放假了 和你奶奶出来摆东西 一连几个问问向鱼男 鱼男喝一口水 把借来的碗放下 奶奶 我都二十六了 早就工作了 那是我妈妈 不是奶奶哦 不是她第一个人这样问 鱼妈确实看起来 年纪比较大了 听多次两人出来 都有人这样问的 所以她也不生气 比较最近鱼妈的头顶 已经开始 有黑头发出来了 那你应该是家里最小的 那有男朋友了没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介绍 我和你说 阿姨 西红柿怎么卖 老奶奶刚说到 一半就被打断了话 本来挺不高兴 结果看到一个 长得很精神的小伙子站 自己摊钱问价格 忙起身笑道 一块五一斤 辣椒也是一样的 可以混搭 用我帮你选吗 鱼男看着眼前的男人 愣了一下 然后若无其事地 转身给萝卜浇水 赵润志点点头 一样来一斤就可以 不用放一起 斜眼看到鱼男的动作 嘴角扬了一下 老奶奶捡了一会 称了一下 两样一共四块 要吗 这都是摊贩们 案自想好的 客户要一斤 你多拿一点 一斤几两这样 别人也不会说拿出来 那就多卖了一点 每个客户都这样的话 那一天就多卖多了 反正客户也不在意 赵润志点点头 扫了微信付款 于男于光见他准备离开 忙低下头装做看不见 谁知那双皮鞋 就停在了他的摊前 于男顿了一下 抬起头 眨了眨眼 买萝卜吗 三块钱一斤 见他不出声 看着自己 于男愣了愣 再出声 包甜 男人吃笑出声 那哪两个 只是 萝卜做什么好吃呢 他看着于男一问出声 于男想了想萝卜的做法 炒辣椒 炒牛肉 炖牛腩 炖辣鸭 打火锅都可以 实在不会 可以百度 一共18块 6斤 微信支付 说完 于男把萝卜装进袋子 放在累着的萝卜上 拿出手机 画到支付页面 今天来得及 二维码还没来得及打印出来 赵任之一边慢悠悠地打开手机 一边低声道 装作不认识啊 萝卜西施 于男听着他低沉的调侃声 萝卜西施 这个有点羞耻了 他脸红了一下 假装镇定 赵震长好 好吃欢迎下次光临 看他脸红的样子 赵任之眼神暗了一下 把钱支付了 看到于妈已经往这边走了过来 把自己的萝卜提了起来 看了于男眼 好说好说 然后顿了一下 好慢 转身离开 于男看着他离开时的身影 身姿挺拔 每一步都显得那么金贵 这样的人 也会自己买菜做饭 果然是人都得适应环境啊 第六十章 萝卜有销路了 于妈大老远就看到 自家摊钱有人买萝卜 心里高兴得紧 一大早就开张大吉 后面应该会不错 卖了几斤 于妈看向于男 就一个人卖了六斤 于男看到于妈回来了 准备把粉店的碗拿去推掉 再过一会人多了就好了 等会你算账 我给秤萝卜 这样快点 于妈看着渐渐热闹的菜市场 叮嘱于男到 等于男缓了碗回来 看到于妈正在和人推荐萝卜 她赶紧过去帮忙 大娘 这萝卜是真的甜脆 自家种的 不打农药 生吃打火锅都非常好吃 您看 我削一个给您看 于妈拿起一个 就削成两半 拿给摊子前的几个大妈看 看着水润润的洁面 再拿过来闻了闻 几个大妈明显心动了 于男看他们那样子 把于妈手上的另一半萝卜 拿了过来嘎擦嘎擦的咬着 笑着对他们说 口渴了 也可以当蔬菜水果吃 几个大妈看着这水灵灵的闺女 养那胖乎乎的萝卜 怎么看怎么好看 萝卜可以留九点 给我来十斤 不要有伤痕的 其中一个比较富泰 穿得干净整洁的妇女 赶紧说道 于妈立即干脆利索的给她秤好 来 十斤 拿好了 三十元 好吃再来啊 之后陆陆续续的这个买点那个买点 等到中午鱼霸过来的时候 还剩三分之一就卖完了 这么快 萝卜那么好卖吗 我以为最多卖掉一点 晚上还得剩回去 于爸吃惊的看向他们 说什么了你 咱们家萝卜那么好 卖光了才是正常 而且今天又是节日 于妈瞪着于爸喊道 于爸善笑着看向于南 小妹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或者去吃点东西 我还不饿 妈你去吃点吧 我再看一会 你顺便去买点今晚吃的菜 人太多走动了 太拥挤 于南懒得出去 早上该买菜的基本都买了 现在也没什么人来 于妈走后 于爸坐着鼠前 于南背靠着墙昏昏欲睡 于米卖菜呢 红亮的声音 把于南的瞌睡都吓走了 于南抬眼看向前面 和于爸一样年纪的人 满面红光 肚子大的像七个月的孕妇一样 笑着给于爸递了一根烟 于爸笑着站了起来 结果香烟 老周上街呢 家里种了点萝卜 吃不了多少 我爱人就和小女儿拿出来摆摊了 说完指着于南一下 于南站起来打了声招呼 叔叔好 那老周见状 笑着对于南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和于爸聊天 聊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 于南也没有注意听 等他准备走的时候 于爸给他装了一袋萝卜 让他拿走 两人你推我往的 于南看着都觉得尴尬 心想一袋萝卜 何必呢 人来人往的 老周可能也觉得不适合 又实在拒绝不了 就把十块钱丢在摊上赶紧跑了 于爸拿着钱喊了他两声 也没停住 只好笑着回来 看着于南莫名其妙的眼神 于爸解释道 那是我战友 以前 YN战役的时候 一起在后勤的 我们一帮人过年都有聚餐 上次就是他儿子结婚 我去了 战友情 你不懂 完了也不理于南 自己笑着 把那钱收了起来 于南鼓鼓嘴 好吧 自己确实不了解 但是却能理解 等下午于妈过来的时候 萝卜也卖光了 于南把两个筐子 放到于爸开来的三轮车上 四点多 他们就收摊了 隔壁老太太羡慕地看向于南这边 于妈也在他那买了一些 剩下的老太太 应该会等晚点打折卖出 于南也把收款算了一下 他们今天卖的萝卜 赚了725元 于南自己都吃惊了一下 那么多 地里都还有很多 如果每个节日都是这样的话 那卖完了 岂不是快要上万 这样的话 比种香葱轻松多了 于南看向于妈 于妈眼睛亮亮的 显然也和于南想到了一处 卖完再说 现在还不清楚后续的情况 如果行情不好 那也是白费了 毕竟自己去散卖 少点还好 吉姆的种植 没有销路 那也得坏在地方当肥料了 于爸慎重地说道 于南想说他朋友 有销路 想了想 还是没有说出来 毕竟还没确认到 等到时候问清楚了再说 谁也想不到 晚上吃完饭后 于爸接到电话 就今天白天 他的战友老周来电 问于爸家里 还有多少萝卜 于爸算了一下 告知预计六千斤这样 于南拿过于爸手机开外音 那边似乎是商量了一下 然后老周回复道 我现在是负责意中的饭堂 今天拿了你的萝卜回来 饭堂这边刚好给领导 加了一道萝卜炖牛奶 个个都很满意 我们学校现在还没放假 想逼一批萝卜 东吃萝卜比较补嘛 但是我们这边吃不完 然后刚刚和二中那边商量了一下 两校都要 把你家的萝卜包了 你们明早八点 先给我们两家 每家送一百斤过来 后续看情况 要不要加量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 不能放什么乱七八糟的药 那么多学生 要是出啥问题 谁都承担不起 于爸激动的一直保证道 我人品 你还担心啥 我们家的萝卜中到现在都没有打过农药 化肥也没放 当初也只是试着种来自家吃的 谁知道长得那么好 那明早我尽快送去 到了我打你电话 你把二中那边负责人电话给我 我记一下 一中和二中是镇上的中学 于南当初就在镇二中读的 两所学校不在同一个地方 距离还挺远的 幸好是顺路 不然全家只有于爸会开三轮车 可咋办 于妈看于爸挂完电话 急忙问清楚怎么回事 于爸略骄傲的说了下午的事 于妈也高兴 高兴完又有点担心道 那价格怎么样 这没有说到时候不清不楚的 于爸也冷了一下 忘记问了 然后想了一下白手道 这没事 我也相信他 明天过去我再问清楚 应该不会低于我们接上麦的 明天我们四个都起来弄 到时候我自己拉过去就可以了 以后也不用一直去接上零零散散的麦 所以说 人麦都是要出出来的 你不理我不理 有好事谁想到你 是不是 于南见于爸又开始说叫 马上起身去房间 他这一说就会说个不停 也就只有于妈肯听 第61章 卖人生育中老秘密 第二天于爸拉萝卜回来的时候 说价格定在三块一斤 如果学生反应好 那后续可能会多个五毛这样 见结果是自己满意的 于妈就不再纠结了 每天早上都早早起来拔萝卜 于南怕他们吃不消 又多加了一点空间水 放进家里常喝的矿泉水里 每天早上都带着到地里给他们喝 就这样拔了三天 第四天于爸回来就通知他们 每天要多加三百斤了 原来是学生反应 萝卜做的菜特别好吃 中午吃完晚饭还想吃 但是一百斤的量 也只能够吃中午的 于是他们决定向学校多加一百斤 刚好老周的妹夫在镇政府的食堂工作 回家听到他妹提了几次 也想要一百斤 那总共加起来的话 一天就要五百斤的量 他们家四个大人 要在八点拔够五百斤 是有点困难的 没办法 于妈只好回娘家那边 叫舅舅和舅娘一起帮忙 于妈是架在自个村的 所有娘家也就一千米 这样的距离非常的近 多加了两个人 大家都感觉轻松了一点 每天五点多起来 于爸和于妈和舅舅负责拔萝卜 于南和于妻和舅娘负责洗 并且装入筐子里 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十二天 总算拔完了所有的萝卜 当然 还剩了半行 留着自家吃 一共是六千六百斤 赚了一万九千八百元 就这三个月的时间 鱼妈非常的激动 当天就去买鱼和半只羊 羊肉炖萝卜 六个人吃的满嘴都是 舅舅和舅妈走的时候 每个人给了五百元 因为不是干一整天 就两个小时而已 其余时间也不耽误 他们自己的活 所以工钱这样算下来还是高了 村里都是按这个规矩来的 当然 每天他们回去的时候 都拎着鱼爸给买的各种肉水果回去 一天没有停过 这个待遇 说真的 就鱼男的印象里 别人家都是没有的 萝卜卖完之后 鱼爸又把地重新翻新 那些叶子都让他们烂在地里当化肥 争取开春再种其他的 鱼男休息了几天 就去了一趟县里 看看王师傅装修得怎么样 还有家具的事 期间鱼男在家也有和王师傅说过 房子空间要有书香味 不求复杂 追求空间的舒适 能让人冷静下来的意境 用石木地板 艺术涂料 浅色系的材质 能提高空间的亮度 让心情自然轻快起来 就像图片上的特别温暖质地的天然木皮 地板 家具 白色的天花板和墙面 自然交融成一片 酝酿出淡雅的惬意感 因为是心中式 空间简单干净 不特意雕刻某个块面 都是采用点线面的穿插变化 尽量让空间高抗通透 依靠材 工艺去体现空间的质感 但是该打的柜都打上了 沙发 灯具 配饰都尽量素雅富有禅意 来打造低调含蓄宁静的感觉 王师傅说 那样一套下来的话 装修可能会在二十万左右 于南稍微心疼了一下 但是想着 以后可是会经常住在这里 按自己的喜好来 才是最重要 于是也答应了 上次来的时候 还是毛坯房 现在过了半个月 户心有轻微的改动 水电什么的也弄好了 墙面也刷好了 地板还没铺 其他的边边角角 也还没弄好 等所有东西都弄好 家具之类的 就应该摆放了 看着这进度 于南很满意 距离过年 还有二十天这样 应该够了 于南联系了一下谢经理 他今天正好好休息 带于南去他妹夫那边看家具 因为之前有说过 是要木制家具 所以目的比较明显 他们直接就到了那边的家具市场 谢经理的妹夫 已经在那等着了 看到于南他们过来 盲微笑的带路 于南有自己的想法 根据装修的风格 他想要黑檀木的那种颜色家具 并且希望是镂空的 像酒柜 薄骨架 书架 衣柜 床 踏踏米 沙发 饭桌和茶桌等等 希望是全套一样的 于南把这个要求 和谢经理的妹夫说清楚 谢经理的妹夫皱了一下眉头 说道 可能没有权 我们需要去调度过来 因为没人要过那么权的 现在要的话来不及了 这边有一套客厅的比较权 您可以过去看看 无妨 我现在不急 等二十天的样子 应该可以到货了 到时候我再拿就可以了 于南一边走一边达到 拐了一个弯 走进一家比较有名的店铺 谢经理的妹夫指着一套相对符合于南要求的家具 让于南看看 于南看了一下 黑潭暮色 确实比较沉淀大气 想来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于南问了一套的价格 店铺里的经理拿着计算机 把于南要求的都加上 然后说了一个数字 三十万左右 终身保修 而且到时候 安装或者摆放家具的时候 我们会安排一个设计师一起过去 直到您满意为止 于南心抖了抖 首付三十六万 装修三十万 家具三十万 看来又得去卖人参了 最终还是咬了咬牙 定下吧 全都到了之后联系我 我先走了 交了一半的定金 再不走 他就后悔了 他没看到谢经理 他们看他的眼神 简直是金大腿呀 看来当初交好的决定还是对的 几个人越发的热情 于南受不了这种变化 心里有事 告别他们之后 就自己打车去市区 看情况 要卖个年限大点的人参 不然一直卖 容易惹人怀疑 最后决定 尽快把赚钱的事情安排上来 他去商业街买了一顶假发 还买了一套苗族人穿的服饰 然后去厕所把自己画的 就像经常在太阳下暴晒 导致斑点很多的样子 让人一看 就是大山的女儿那种形象 进空间挖了一个 比第二次拿的还大点的人参 然后坐上公交 去之前卖人参的老地方 到达人心堂之后 于南本来想速战速决的 但是在他刚进去的时候 就看到钟老从里间出来 于南顿了一下 若无其事地看看架子上的各种药材 虽然他对自己画的装有信心 但是万一呢 万一被看出来 那之前做的都将会被发现 到时候怎么办 所以只能格外的越发的小心为好 刚好隔着一排要架子 于南听到那边偶尔传来什么 今是要不好找帮忙留意 争取尽快补权 时间不多了之类的 于南听到这就知道 应该是不能为人知的秘密 怕被发现 于南只好快速走到另一排 等钟老走了 才松了一口气 发现大冷天的后背都湿了 第62章 卖人身赚大钱 于南看见那钥匙似乎还没走 而且和上次那个人不一样 整理了一下衣服 忙走了过去 你好 请问你们收药材吗 特意表现出没 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心翼翼的眼神 看向他 李云刚把钟老送走 准备回去查看库存 就看到疫苗债装办的女子走了过来 见他小心翼翼的样子 忙笑着看向他 收的 你要卖什么药材吗 李云 今年40岁 袁兴堂全博负责人 李国一最小的儿子 李世宇的弟弟 赵人之的小舅舅 因为上面那位 现在正是其父亲在医治 稀有药材太缺 但是现在特殊时期 他家稍微一点动静 就被其他人知觉 所以 没法一下调动那么多人去核实 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前往各地看看 以突击检查 贪污为由 前往各分店 L是这个是他最后来的一个分店了 昨晚刚到 今天钟老就过来询问 钟老和他父亲 以前是一起共事的 后面年纪大了 就想着回老家养老带孙子 这才离开京市 但是却没有离开那个圈子 来的时候 也得父亲交代 让他把一些需要的药材 划策给钟老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 于南看着他似乎在思考 只能先把人参拿出来 人参 大人餐 多少钱哈 这可是我昨天从大山深处挖来的 走了好久好久里 听说你们店不骗人 我才来的 说完抱住人餐庄 天真的警惕地看向李云 李云回神过来 就听到他这样说 哭笑不得 人参他见多了 百年人参他父亲那边也不熟 用得着去骗吗 你拿出来我帮你看看 给你估价 你觉得 可以就直接在我们店卖 要是觉得价格不合适 不卖也没关系的 李云好气地笑道 于南犹豫了一会 才把包着草藤的人 参递到他眼前 李云随手接过 眉头皱了一下 这重量 急忙把草藤解开 他开始以为是包装太多 导致的重量比较重 没想到才浅浅的一层 里面是整颗 没有炮制过的白胖人参 放进鼻头 还能问到 人参特有的气味 看着很有灵气的样子 应该是真的没错 只是这年份 他疑惑地看向于南 于南见他这样 心里咯噔一下 怕他怀疑 这可是他按按照之前的经验 特意在比较外围的地方挖的 年份应该比较大 但也不至于大到让人怀疑 他眼睛一转忙即到 这可是真的 我阿姨为了他都摔下悬崖 寨里的苗姨说 最少三百年 你可不能骗我 要不是苗姨没钱 我才不会拿出来呢 你收不收 说完一把抢了过来 那眼神就像李云一 犹豫他立马走人的样子 李云见他这样粗鲁的动作 顿时心跳加快 心疼的急忙道 说说说 你小心点呀 等下断了怎么办 过来放桌上 我再看看 于南勉强的把东西放那里 李云看的又是一阵无语 都说了不骗他 怎地还那表情 完了也不管他 自己拿出工具 开始翻看人身 这越看越激动 这不止三百年吧 忙拿出手机 把拍了图发给父亲 等了一会那边回复 五百年份的 立刻买下 拿到马上回来 李云一看这情况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自己父亲以前在盛德 带回来的库存 应该不多了 甚至可能已经用光 才会这样着急 上面那位最近 一直在用上了 年份的人参掉着 不到最后一步 谁也不敢放弃 李云把手机收好 看向于南 这个人参我们要了 年份的话 比你说的还要高 五百年份 价格比较高 你能做主吗 需要不需要 问问大人看看 于南这回正着急呢 拖得越久 就怕泄露得越快 见他这样说 忙出声道 可以的 阿爷让我出来 就是要卖掉的 那行 这人参说实话 我们能给到的 价格是一千万 当然 你去其他地方 可能会更多 但是我不能保证 卖掉之后 你是否能安全的 回到你们寨子 我们这里我可以保证 你出了这个门 谁也不知道 你是过来干嘛 李云冷静的和他分析道 于南能猜到 有这么多钱 但是就凭他 最近买的东西 如果有心人查 肯定会知道 他做了什么 前面的那些还好 价钱不高 但是这个就贵了 一而再再而三的 如果今天的是被抹掉 那也就没什么 值得怀疑了 再说 还可以卖个人情 给他们 心里有了打算 我没意见 卖吧 但是不能跟踪 我会描战 于南特意加了一句 李云松了一口气 就怕他拒绝了就麻烦 忙高兴的道 一定一定 你把卡号给我 我直接转过去 然后把人身重新包装好 于南那边收到短信提醒后 就直接告别了 他并不打算再逗留 还是赶紧离开为好 正准备走到门口的时候 听到李云的喊声 姑娘 等一下 他疑惑的回头 是这样 我呢 最近在收一些 比较难见的草药 你们大山里不知道有没有 要是碰到了 你可以拿来这里 价格很高的 就这些 说着 把一图册拿了出来 里面都是一些花花草草 他递给于南 当然 如果是什么稀有的药材 也可以拿过来 这是我的名片 有什么是你 可以按照上面的联系方式联系我 说完 把图册和名片都递给于南 于南接过 点点表示答应 出了门后 随手放进带来的布包里 不再看他 如果于南此时认真看的话 就会看到 图册里有一栋曼藤药 和他空间里的龙心草一模一样 只是于南这里的比较大而已 只是他现在没注意到 导致后面困难重重 第六十三章 哥哥于牧提出承包后山 因为之前考虑过 要承包后山的事 最近几天 于南一直往后山闲逛 导致于妈以为 他又想去找人生 他还默默地跟在于南后头 跟了两天就看他只是在闲逛 气得他第三天就没再跟来 于南还以为是于妈担心 他一个人去山里有危险 所以才跟 后面见没有危险 就不再跟了 真真是美丽的误会 这一天 他终于把后面的山逛完了 心里也有了打算 后面就不用再闲逛了 可以考虑下一步计划 回去的时候 还没到家门口 就听到家里传来热闹的声音 于南仔细地辨认了一下 心里有了猜测 拐弯出山道 就看到门前有几个男的 以及他哥于牧在刷鞋 这几天下雨 地面比较湿 他应该是在车站被踩到了 于牧在外省工厂做工 每月四五千元 厂里包吃包住 他还是没有存到一点钱 你说他脑子不灵活吧 他还懂得虚荣 工资全部拿去买名牌衣服 一根皮带 一千他眼睛都不眨就买了 因为这些事 不知被于爸骂了多少回 但总不听 于妈说 每月给他一千帮他存钱 到时候娶媳妇 他也不同意 想从他身上拿到超过一百的钱 那是不可能的 最近工厂开始放假 前两天他就打电话回来了 说这两天买到票就回来 没想到今天到 他每次回来都会买好多荤菜 然后宴请村里的一些狐朋狗友 于爸每次还得笑嘻嘻地帮忙一起招待 晚了晚上就一直骂于牧 这几年一直这样 于南都看得麻木了 都是一帮想出去又懒的人 见于牧回来 就都过来想混吃一顿 最好还能看看 明年能不能一起出去 毕竟 于牧这样的傻大哥都能赚到钱 没道理 比他聪明的他们不行 于牧正一边刷鞋 一边和那些人聊工厂里的事 就见小妹回来 小妹去哪里回来 后山 说完看了一眼 那些人点点头就进去了 过了一会 那些人也都走了 走前还说晚上再过来吃饭 那帮人走了一段路后 其中一个人小声说道 于牧他妹妹真他们漂亮 看着比城里人都好看 嘖嘖嘖 谁说不是呢 就村里一个也比不上 就是有点冷 看着你不说话 你都感觉他不好惹的那种 艳如桃李 冷若冰霜 哎呀我去 你还会这种词 看不出读书人啊 说完一帮人打得闹闹地走了 于牧把斜斜刷放好 大咧咧地坐在云南旁边 看了几眼 再看几眼 小妹 你怎么变了的样子 看着和以前不一样了 妈说是不是 于南心提了一下 于妈一边给羁绊剩下的饭和饲料 一边看了于南几眼 哪里变了 还不是和以前一样 就是白了点 长大了都这样 他天天看着也不见哪里变了 于南松了一口气 然后对着于牧翻了一个白眼 再凶巴巴地问道 这次回来还剩多少钱 再看看他脚伤那鞋 这鞋呢 多少钱 哪有什么钱 没钱了 这看看他瞧瞧就是不看于南 过来一会 他又得意地把脚伸了出来 显摆地说道 就这鞋 我脚上的1600 帅不帅 好不好看 完了还上下打量于南的穿着 骄傲地道 你肯定没穿过就是了 这鞋都可以买你身上好几套了 于南每年都来一遍 他也不在意了 我的老天爷买什么鬼 是香精了吗 有钱都不会存 你的败家子气死我了 家里没钱我告诉你 等过年给小孩的红包和你消费 你自己想办法 我是绝对没有再给你了 你等着你爸回来骂你吧 于妈刚从外面洗手进来 就听他说鞋子的价钱 当场就要打人 刚说完这句话 于爸就进院子 看着见于墓 还高兴得快走几步 什么时候到家的 你自己一个人回来 还是和你表哥他们 不错不错 长胖了好多 你这个脸怎么回事 那么多胡子 怎么都不挂一下 于爸关注点 总是和别人不一样 于妈见他这样 赶紧把于墓买鞋子到的是说了 于爸深呼吸了几次 左右看了看 拿起扫把大声喊道 你个兔崽子 你家是富豪吗 啊 让你这样乱花钱 是能吃还是能喝了 就这么一双破鞋 你也舍得 果然人傻就是这样 玩了一顿乱骂 快速走向于墓 于墓见他爸回来就脾紧了 慢慢走到于爸的房间 等于爸骂完 就赶紧闪了进去 拿起他早上买的明烟和明酒出来 看着扫把已经准备打过来 连忙举起来 我早上买了几条烟 还有几瓶酒 爸你要不要看看 然后于爸打出去的扫把 停在了他头上 于爸一边看着于墓手里的东西 一边念叨 有钱也不是这样花呀 家里没钱了 说完就把那些东西 拿到沙发上研究 于爸看了一会 再看了一会数量 马上笑呵呵的问道 这牌子不便宜吧 多少钱 于墓赶紧狗腿的坐在于爸旁边 一边拆一边说 这个牌子可贵了 一排就要五百 买了三排 还有这个酒 听说可以收藏 一千五一瓶呢 于爸一边拿出一根烟点着 一边分配道 给你大堂哥一排 留着一排我们稀 其他的就等过年的时候 客人来了再发 那个酒过年再喝 听到没 知道知道 我拿几斤肉去救救那里 完了不等于爸说什么 就赶紧溜了 于南总算知道 于墓的性子像谁了 简直和于爸一模一样 都爱显摆 于南看着于爸 现在的心情挺不错的 然后把他的计划说了一下 爸 我想承报我们村后山山脚那里 我们可以种果树 我这几天看了一下 山上都是黄黑土 腐植制积攒下来 江山养得很肥沃 这些一定可以种出好东西的 你觉得呢 于南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 哥哥年纪大了 不可能永远去外面打工 你们年纪也大了 家里就那五亩地 还都不是粮田 家里没有个赚钱的东西 怎么养活 是不是 要是把山承包下来 承包个五十年 种水果 种蔬菜 你想想那个萝卜 我们也可以再种 种子到时候我去买 我有渠道 保证能种好 到时候 这个山脚 就是我们家的财富了 于南把什么都摆明面上来 说完看着于爸 于爸刚听的时候 惊为天人 承包山 这在村里从来都没有的事 小女儿胆子也太大了 但是后面 又听到他说的那些 不服老不行 于南也不可能不结婚 到时候他们老了 于木一个人怎么办 有个赚钱的地方 还能保他后半生 其实他是有点心动了 晚上再说 我考虑考虑 到时候 全家一起商量 说完满脸惆怅的走了 第六十四章 承包后山成功 晚上等那些人吃饱喝足走人之后 全家都在沙发上休息 于南把电视声音调小了 看向于爸 于爸见于南这样就反应过来了 咳嗽了一声 坐着身体 我这里有个事 要和大家商量一下 小妹提出 想承包山脚那片地 种植水果或者蔬菜 我考虑了一天 是同意的 你们没有什么想说的 于其首先发言 我没意见 我也没什么能帮得了的 就是 还有一股力气可以帮忙了 不嫌弃就好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家 还是小妹比较靠谱 比较有魄力 能成大事 自己不添乱就好 于妈忧心忡忡的看向于爸道 那价格多少 承包多少 家里钱够不够 我下午去问了村长 后山五十块一亩 五百亩相当于两万五千一年 十年就是二十五万 五十年到期后 可以优先给我们续期 乐意先付五年的租金 我想着 五年就算种植水果 也可以回本了 他今天下午听了于南的话后 就去问村长了 村长很高兴 后山都荒废着 没人种植 年轻人都出远门打工 留守家里的 也没几个有多余的时间去开荒 于爸这么一提 村长就说 争取给最优惠的价格 我之前在外面工作 认识一个专门研究种植的人 上次那个萝卜种子泡的水 就是我问他怎么配的 到时候后山所有种植的东西 我都给泡上 所有不用担心养不活 只要我们肯干 一定会赚钱的 于南继续游说着 我们家什么时候那么有钱了 卖葱花 也没有几十万吧 于目疑惑地问道 看着家人轻轻松松地说着 几十万几十万的 他都愣住了 之前你妹妹在山上挖了一棵人参 家里卖了四十万 加上家里剩下的 大概有五十万左右 于爸看了他一眼 再看看于妻 然后解释道 四十万 可以买房子 买车子了 怎么成包山 他那种 你们是不是傻子的眼神 让于爸气的想打人 你就知道买房买车 你什么都不会做 以后我们老了 难道要让你妹妹养你吗 于爸气急了 扶不上墙的蠢货 只知道买这些没用的 于目瞪大了眼睛 自己脑子不好 以后老了 不就是妹妹养吗 看向于南 满脸都是疑惑 难道不是吗 于南看他这样要笑死 跟他慢慢解释道 我结婚后 忙自己的家庭 忙自己的工作 就算嫁得尽 可是也不会实时回来 你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 假如爸妈不在了 如果我是个好的 也许会每周回来看你一次 给你生活费 如果我是个不好的 或者婆家有意见了 那我可能就一年 就给你一点点钱 甚至不给 你有脸去我家要吗 伸手要钱不要脸的日子 你没关系吗 见他满脸纠结 于南在轻生道 如果我们承包了后面的山 种得好 每年都有收入 你也可以不用出去打工 爸妈也不用那么累 也不用每天都去看 我们承包50年 那地都是我们的 我们这里出去交通也方便 到时你和爸一起送货 我不相信你不想做 果树每年都有收获 蔬菜一年收获几次 到时候车子 房子 什么没有 于妈想说什么 张了张口 最后还是很心不说 于母听妹妹这样讲了 眼睛一亮 顿时大声道 我也同意 那爸你尽快去包下来 不要被别人提钱了 当晚 于爸就去村委会那边商议 于南和于七两人 就一起查了一下 山地承包的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可能存在的漏洞 到了晚上十点多 两人才确定了合同的范本 第二天 于南和于爸 一起拿着合同过去村委 村长接待他们 这是后山的地图 你们看看是要承包哪里 村长把地图摊开来 让于爸近距离看着 于南走上前 把自己想要的那一部分圈了起来 告诉村长 我们要这一部分 右边的山 右边的山不能砍伐 不能种植 这我们可没法答应 村里也不会答应的 村长吓一跳 右山从祖上就传下来的规定 不能动 于南淡定地看向村长 放心吧 我要的是从我家后面开始 一直往上到达米林处 我们不深入 就只要山脚 以及往左边半山腰 往下到达水利那里 一共五百亩的样子 绝对符合规矩 到时候 我们还会把山路修整出来 还会围上篱笆 村长看于南画出的地方 确实没有到达米林 那地以前还有老人耕种过 确实可以 他点了点头 那案昨天和爸商量好的 一亩五十元 五百亩要先交十年的租金 大概是二十五万 这没问题吧 于南看向于爸 于爸忙上签 可以的 没问题 那相关合同什么时候签呢 我们做不了主 要去县里的土地局签才可以 我打电话问问 村长高兴的出门 打了个电话 之后就回来高兴的说道 那边说 今天下午就可以去签订 我们现在就去 于爸没问题 和他去了 于南倒是不去 都谈好了 只是签字而已 于爸能搞定 到县里后 他们也没有收到什么刁难 就是于爸之前 是村镇人大代表的身份 被审核了一下 不过他也没做这份工作多久 就三年 而且还没工资 很简单 一个小时左右都查清了 回来路上 村长感慨地看向于爸 你这以后可以享福了 儿女都出去了 到时要不要人帮忙 我帮忙 在村里张罗一下 整理整理后山 包山的钱 处理家人知道来处之外 对外都是说是于南 那个大项目的奖金 所有没人怀疑 毕竟于南学计算机的 搞到这么多钱 貌似也理所当然 于爸听他这么一说 觉得可以 立马说道 那就帮忙 找个二十人左右吧 工钱按照平常出工那样算 一天一百五 不包吃 除草 休整一下 早上到十二点 下午两点到六点 你帮我问问 谁愿意来 就找我家那位报名 没问题 反正现在大都在猫洞 都显得很 第六十五章 儿时闺蜜同学聚会上 于南健已经签了合同 总算松了一口气 于是提出种子都他承包了 等山上都被修整好后 开春就可以种上 全家人都很高兴 大家都积极起来 期待往后的生活 找于妈报名的人非常多 只要有体力的 不闹事偷懒的 基本都能过 后面找了二十五个人 第二天就开始除草 于爸于妈于墓 每天都跟着上山做工 于妻负责做饭 于南找上次卖种子的老板 开始订购 让他帮忙准备一批 过了年就送过来 还有十天就过年了 在外地工作的人 也都陆陆续续回来 于南上街买菜 几次都有碰到 街上越来越热闹 人非常的多 这天 于南一大早上 照例上街买菜 家里的肉吃的 差不多都光了 特意起了大早 天气太冷 他现在已经会骑电动车了 他往上买的 那辆十弩比电动车 超级可爱 买回来的时候 小外甥就一直想往上爬 于南也是心动得很 今天上街开的 就这一辆 一上街 回头率简直非常的高 好奇的 羡慕的 心动的 甚至还有人上来问 哪里买的 于南只好把车开到 车辆管理处停放了 两块钱就可以放一天 因为是开车来的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风 动得他手指僵硬 刚好街上有麦考红薯 他一边等老板 考一边在旁边去点暖 于南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于南被一巴掌拍到肩膀上 吓了一跳 赶忙回头看向来人 高高壮壮的女孩子 一米七这样 穿着短裙长靴 画着浓厚的妆容 于南高兴地 咧着僵硬的脸蛋 回来好久了 青南 你呢 什么时候回来的 来的人是于南小时候的闺蜜 他本来不是叫于青南的 后面觉得于南的名字好听 让家里人特意去改 两人还为此打架过 不过后来很快就和好了 小学初中都是一起上学 他为人特别好爽 玩得特别开 也特别讲义气 只是后来于青南读完初中 就不再读书 去往外地工厂打工 认识了一男的 很快就结婚嫁人 但识人不清 因年龄没到还没领证 南方就以八字不合走人 留下于青南和一个孩子 后来他等孩子大了一点就再婚 但是后面又再次离婚 过不下去 回了娘家 这几年一直在娘家住着 于南在外工作 很少回来 也很少碰到他 但是每次回来都去他家坐一坐 我回来半年了 然后在县城开了一个小小的美容店 什么时候有空去县城 我给你弄弄脸羞羞没啥的 于青南特热情的拉着于南的手 然后伸手摸了一下他的脸 吃惊道 死女人 你皮肤怎么那么好 我的天 这是素颜吧 你怎么能越长越年轻呢 艾玛真是嫉妒死我了 快说 用了什么化妆品 之前身体不好 所以肤色差 现在身体完全好了 每天跑步锻炼出汗排毒 自然年轻喽 于南青笑道 好吧 跑步还是算了 累人 对了 刚好你回来 晚上有个同学聚会 我们一起去 就在街上聚聚 吃吃烧烤什么的 都是初中同班同学 丽萍啊 小啊 惠萍啊 你都认识 都好久不见了 我晚上去接你啊 先说好了啊 不能不去 于青南霸道的说道 于南想了一下 今晚也没什么事 而且也没有去远的地方 于爸应该同意 于是点点头 可以啊 到时候你来接我就行 那就这样说定了 我先去县里 门店开门的时间准备到了 晚上回来联系你 我们到时候再聊 说了再见 就见他快速走向停在路边的面包车 坐上驾驶座 和于南摇了摇手 就启动了车子 快速离开人流 渐渐多起来的街道 今天于青带着小外甥去打疫苗 所以下午四点的时候 于南就开始把饭菜做好了 他怕晚上聚餐没什么吃的 到时候饿了就不好了 再洗个澡和头发 等他弄完七七八八的 并吃完饭之后 已经六点多了 冬天这个时候天已经漆黑 于青南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于南换上今晚的衣服 一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 搭配一条高腰黑色紧身牛仔裤 再配一双高跟长筒皮靴 整个人都显得腰细腿长 外面再搭一件黑色羊绒大衣 鞋背一个小夸包 气质瞬间高冷幼稚性 还保暖 非常适合晚上的聚餐 等于青南到的时候 于南也刚化了一个淡妆 和家人打完招呼后 就坐上他开来的车 和于爸于妈交代了 晚上回来的时间 两人就走了 泽泽 读书妹大学生就是不一样 会穿 有气质 一看就和我们不是一路的人 于青南打去到 都是大老板了 和我们这些打工妹 有什么好比较的 穿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荷包 是不是 见他打去 于南挑了挑眉 一边把包包取下来 哈哈 是是是 出去那么久 过年不带一个回来 别说了 单身着呢 去哪里带 你呢 有没有什么情况 于南想了一下 还是问斗 嘖嘖嘖 长那么漂亮 不谈一个 可惜了 今晚有男同学在 到时候你看看 有没有满意的 可以发展发展 于青南顿了一下 我呀 现在不想了 就带着两孩子 自己过自己的 是钱不香吗 还是没人管不香 我怕再找 我们村那些 八博口水 都要淹死我了 他嬉皮笑脸的说着 怎么了 这有什么好说的 于南一问道 毕竟他在家 也没听到过什么留言 我家四姐妹 只有三姐妹离婚 其他的都离婚了 我还离婚两次 村里的人都 看不起我爸妈 说我们家没修没造 都不愿 与我们家来往 我要是再结婚 我怕他们 都要上我家骂人了 他们的 我就搞不懂了 我们又没吃他们家的饭 没住他们家的房 整天没事 做瞎几把的馆 我不是在县里 开了个美容店吗 妈的一帮八博说 我做的是那种事 还专门开店做 我妈当时气得都快晕了 算了 不说了 都过去了 我也想好了 按照我店里的盈利 再过两年 我也能在县里买房子 到时候全家都搬过去 眼不见为敬 于青南说着说着 眼眶就红了 最后才气狠狠地 说着自己的想法 农村就是这样 所以于南才买了房子 以后要是不结婚 也是觉得住院点眼 不见为敬 等他俩到烤鱼店的时候 里面人已经坐满了 他俩刚进去 就听到一南的声音 哎呦 两个南来了 多年不见 我猜猜 飞色衣服的是于南 皮衣的是于青南 对不对 以前读书 为了区别你俩 我们可是辨认了好久 说话的是 于南和于青南的 后桌同学梁杰 那时候 他们还坐一起过 梁杰老是骚扰他们 于南比较内向 不敢说 于青南就比较凶了 不管不顾就打了起来 多年不见 还认得人 看来记忆深刻呀 于青南拉着于南 往女桌那边走 一边笑着看向梁杰 梁老板 多年不见 记忆力挺好啊 变帅了呀 在哪发财呢 等会喝两杯 南桌那边顿时起哄 梁杰把酒杯倒满 隔着过道举起来 好说好说 然后看了于南一眼 转身继续 和那边的同学聊天 于南坐上位置 旁边的老同学 都开始打招呼 问的都是在哪工作 工资多少 结婚了没等等 然后互相打量着 互相对比 于南有些感慨 大家都变了好多 不再是当年一起 做着聊小说 聊明星聊南同学的样子了 那种赤裸裸的打量 让他无以适从 只好端着牛奶 慢慢喝着 第66章 同学聚会上出现追求者 于南坐在窗边 外面哔哩啪啦的 就一阵大雨降了下来 狂风袭来 吹得门口的东西东倒西歪 外面百叶摊的人 都急急忙忙地打开挡羽布 然后继续迎着笑脸 等待客户上门问价购买 耳边是喝酒猜码等咒骂声 看着这些嘈杂的场景 于南不知怎么的 就安静了下来 不同环境不同的人 其实大家都不过如此罢了 没有什么好迎合的 合得来就一起 合不来就散 他的路从来不在此 于南发什么呆呢 坐他旁边的林平 拉扯了一下于南 顺便用手摸了摸于南衣服的材质 然后喜笑颜开的套近乎 于南默默地看着 那只手刚刚还包了虾 没有擦干净 只好轻声道 没呢 把自己的衣服拉了下来 听青南说 你毕业后一直在外省工作 怎么样 林平八卦地靠近于南小生问道 对 一直在外面 不好混 就回来了 比不上你们 你呢 在哪里发展 林平以前在班里成绩比较靠前 人很老实 家在大山里头 每月才能回去一次 穿着非常朴素 可现在穿着吊带外面 披着貂皮的样子 简直判若两人 林平摆弄着那头的血红的指甲笑着道 我呀 混得不怎么好 初中毕业后 就去厂里打工了 就回县里发展了 消费高工作低 活不下去就结婚了 然后和我老公一起开个小店卖衣服 一直到现在 说完挑了挑那话的鞋长的眉 扭着身子靠近于南 所以说 做得好不如嫁得好 这结婚啊 是女人第二次投胎的机会 你看我这一身 听说有聚会后直接给我买的 还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来 还得跟着 吃 奶啊 嘖嘖嘖 诺 南桌那边那个穿西装的就是 说完靠在于南身上 捂着嘴巴略得意的笑 于南看向南桌那边 看着林平的老公 长得矮小 中年男人的油腻啤酒度他都有 样子很普通 他能和泉拙的陌生人打成一片 就这一分钟时间里 就有好几个和他交谈喝酒 他拉着于青南在那里交谈 也不是说了什么 逗得大家哄堂一笑 于南觉得他有着伤人的精明 是不是长得很普通 甚至是丑 林平见于南望向那边 不在意的出声 然后坐直身体 拿着酒瓶给自己倒了一点 看向于南 于南摇摇头 现在这个社会 相貌已经不是主要的条件了 主要还是钱包够硬 你说是不是 说完也不用于南回答 自己喝了一口酒接着说道 听说你还单正 要求不要太高了 有钱就行了 梁姐你记得不 就你们刚来的时候 那个出声打招呼的 中午从于青南那里看到你的照片 就一直嚷嚷着要追你 他家里在县城有一套房子 父母都在街上有摊子卖水果 自己呢在县城做销售 一个月也有万把块 这一看到你就心动了 所以你得抓住这个机会 这一桌啊 说着指了只女桌这边 好几个都看上了 只可惜梁姐要求比较高 所以你懂得 说完暧昧的碰了碰于南的肩膀 于南 于南尴尬的笑了笑 我现在没有这个想法 以后再说吃饭吃饭 赶紧给自己打了一碗饭 安抚自己被吓到的心灵 于南摆出不再想聊天的样子 一口接着一口的吃 林平见他这样不识相 切了一声 转头去和别人交谈 于南侧耳听着 似乎是在聊梁姐什么的 他松了一口气 再看了一会时间 才过去了半个多小时 再等等 到时候大家都吃饱了 自己就走吧 第67章 追求者二更 南桌这一边 梁姐看着于清南又喝了一杯 看向女桌那边 眼睛暗了暗 站起来打了一碗汤 然后笑着对于桌的人道 得了得了 再喝他就醉了 不带你们这样欺负女同学的 还有下一局呢 都悠着点 说完把热汤给到于清南 笑眯眯的拉着他到旁边坐着 于清南接过热汤 喝了几口暖暖胃 心里骂着这些臭男人 真是一杯一杯的上 要不是为了人脉 失笑一声胖子 你可别打于男的注意 我可没法帮你 他家教研 不像我们这些 他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你们不合适 算了吧 那一桌看上你的一大帮 你找个过得去的就行了 要求不要太高 梁姐脸色轻了一下 然后继续殷勤的给于清南加彩 咱总得试试才知道合不合适 是不是 我这条件 整个镇上可能都找不出几个 对不对 你是他朋友 应该为他着想 我也不需要你做什么 那就多说说的我好 他迟疑的时候 帮我多劝劝啥的 我叫你解刑部 如果我两成了 你的红包肯定少不了 到时候 我带同事上你店里消费消费 来来来 吃菜吃菜 于清南确实心动了一下 加了一口菜 我不管你们 反正我不餐盒 你们怎么样 就怎样 好了不吃了 我过那边去了 你们慢吃 看了梁姐一眼 于清南和男桌这边的打招呼后 就过女桌那边去 于南还不知道 有人已经在打他的注意 刚刚吃得有点快 被呛到了 正喝着牛奶缓缓 就听到旁边传来一男声 他看了一眼 是梁姐 有什么想吃的 金管店 不用和我客气 今晚我买单 大家高兴就行 梁姐正大方的和大家打招呼 于光看到于南正在看他 他越发高兴的呼喊着 今晚谁也不能和我抢 说好了呀 老板 再来两条烤鱼 哎呦 今晚梁公子买单啊 这怎么好意思 来来来 坐这 陪我们姐妹喝一杯 林平拿着凳子 放在他和于南的中间 拉着梁姐过来坐 梁姐两眼一亮 笑着看向林平 这人上道 再看看于南 笑着说道 于南 那我就坐这了呀 这么多人看着 于南只能默默 把凳子往另一边移了一段 梁姐见此更加高兴了 忙坐了上去 我先敬大家一杯 今晚要吃饱吃了高兴啊 等会还有第二局 我们去唱歌 所有人都去 现在都要吃饱 不然等会没气力唱 我已经订好包厢了 就在新街那边 梁姐举着酒杯 看向一桌的人豪气道 哇 可以啊梁姐 豪气 有人羡慕道 这几年应该混得不错吧 你们公司有没有招人啊 带我们姐妹几个啊 有人打着小心思起哄 缺不缺女朋友啊 你看我怎么样 有人开着玩笑道 梁姐敷衍道 去嘛 我们公司就那保险公司 刚去都要跑业务的 三年后就基本稳定 不用跑 等着老客户上门就可以 工资稳定 要去的 等会走的时候 加我微信 到时候说 烤鱼来了 大家先吃着 见此 个个都开始动筷子 傻子才想去跑业务 累死个人 梁姐见于南不动筷子 咳嗽了一声 轻声问道 是加不到吗 用不用我帮你 于南尴尬的笑了一下 不用 我已经吃饱了 谢谢 梁姐见他没有不理自己 越发高兴的道 这样 我听于清南说 你回来家发展了 是不打算出去了吗 对 不出去了 不出去挺好的 我们这边发展的也挺快的 那现在在做什么 在家种菜 种菜好 现在的菜也挺贵的 就是有点累 我这边还缺个助理 你要不要找个时间 过来看看 工资挺高的 月入五千这样 你学历又够 不用跑业务 就做办公室 处理一些文件就可以了 都是行政班 他胸有成竹的说道 梁姐觉得这么好的职位 于南肯定不会放弃 于南只觉得 这人实在是话多人烦 他清冷的说道 不用了 谢谢 种菜挺好的 我喜欢 然后拿起牛奶 慢慢喝着 背冷了面子 梁姐也不生气 美女吗 总得有点性格 这才招人喜欢 没事 你什么时候 想来了 告诉我 一声就可以了 还有 在街上卖菜好的摊位 非常很重要 要不要我给我爸妈说说 帮你找一个 你不用急着拒绝 加个微信 到时候有想法了 联系我就可以了 说也不等于南拒绝 把二维码放到于南面前 于南 SB 不好意思 我肚子不舒服 想去一下洗手间 抱歉 说完也不看梁姐 和于清南对了一个眼神 两人一起 往外走 外面的鱼已经停了 真的是来 也快去也快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 街上越发的冷清 于南深吸一口气 都是泥土的枪鼻味 揉了揉鼻子 看向于清南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于清南笑了一下 拍着他肩膀 受不了了 不喜欢 于南皱了皱眉头 不喜欢 于清南点点头 还要等一会 到KTV唱一首 我就送你回去 很快的 你别理他就行了 他也不敢做什么 第六十八章 他在关心我 于南知道他这样算应酬 自己不在这个圈子里 他毕竟还是要混的 也不强烈要求什么 反正等会去过个场就走人 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他让于清南先进去 自己在外面的椅子上 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见里面的人开始走动 才起来进去 大家拿好自己的东西 我们去下一局 跟着我啊 梁姐在那组织着 看见于南走到于清南那边 跟着大家一起行动 他也不再说什么 等会去了包厢再说 也不迟 一帮人吵吵闹闹的 走在大街上 街两边的人家 都出来看看情况 考鱼店到KTV的距离 不是很远 穿过一个街道 和马路就能到达 旁边是派出所 相对来说还挺安全 其实很少有人来 毕竟环境没有县里头的好 来的人大多数都是应急用 例如今天他们这样 不好去县里 只能在镇上的 赵任之刚下班出来 就看到一帮人 朝着对面的娱乐场所走去 看了两眼 就朝着想反的方向走去 宿舍就在前面 这回刚好有点饿 想着家里还有面 回去煮一碗当夜宵 于是快走了两步 摸了一下口袋 才发现忘记拿烟了 想着今晚还要写报告 只好回头朝着商店走去 马路那边传来了哄笑声 赵任之心想 年轻真好 可以肆无忌惮地玩 肆无忌惮地闹 于是多看了两眼 然后他看到了 走在那队伍后面的人 一身黑 双手抱肩 脚踩着高跟的靴子 小心翼翼地跨过那些水坑 和旁边的人在认真地交谈 赵任之停住脚步 抬起手腕 看了一下时间 差不多九点半 他低垂着眼帘 浑身都散发着冷气 整理了一下衣角 看着那帮人全都走了进去 他眼神暗了暗 冷漠地走到粉摊边 老板 来一碗汤粉 在这里吃 粉上来后 刚吃了两口 然后把筷子放下 忍不住拿出手机 点到自己想要的画面 打了几个字 把手机放在桌上 再慢慢地吃着 眼睛时不时地看向KTV那边 于南在包房外面等了一会 本来想着不进去的 但是梁洁一直跟在他后面 他不好意思只好进去 然后坐在单人座位上 看他们点九点果盘 他们开了一个豪华包 空间很大 说话都要喊着才能听到 你先等等 我去点一首歌 让我喝一杯 我们就回去 十分钟这样 很快 于青南见于南无聊地坐在那 拿了一块西瓜给他 让他先坐着 自己去点了一首歌开场 于南吃着西瓜 感觉到手机震动了一下 把手擦干净 掏出来点开看 信息来自赵镇长 在干嘛 于南猛了一下 他们很熟了吗 已经可以这样聊天了吗 于南晕呼呼地回复 过来一会 那边又是在干嘛 在吃西瓜 既然那么无聊就回去吧 已经很晚了 于南看着这莫名其妙的话 呃 是不是他发错人了 然后回复道 赵任之看着他一直发问号 只好无奈地回复 这么晚了 在KTV不安全 等会回去也不安全 你出来 我送你回去 我在对面的粉店这边 于南看着他关心的言语 心里悸动了一下 好像除了爸妈 还没有谁担心过 自己晚回去不安全 他在关心我 于南 走了 别玩手机了 我们现在走 不然等会他们就不让走了 于南还没回复 就被于青南拉扯了一下 赶紧起身和他偷溜出来 我喝酒 你会开车吧 你来开 到村口我放你下来 我姐在那等着 到时候他会送我回来 我还要赶着一场 于青南一边走一边回头 和于南说道 好 可以 于南刚发完信息 见此点头 他在大学的时候 已经考了驾照 开车没有问题 到了门口 冷风吹的人顿时清醒 于南开着车门 准备上车前 看了一眼对面 见大人还在那等着 他笑着摇了摇手 转身上车离开 赵润之看着他离开的身影 顿时觉得有点凄凉 怎么每次 都是自己看着他离开 总有一天 哼哼 算了 总比他看着自己离开的好 桌上的手机页面信息 还显示着 不用了 我和朋友回去了 现在 第69章 房子装修好了 回到家准备之后 于南想了很久 还是想着给赵润之 干了又写 最终还是发了一个 睡觉的表情包过去 然后就不再看手机 12月的天 越发的寒冷 特别是最近几天 雨下个不停 一旦出去 回来鞋子是觉得湿透的 像于南这样不愿动的人 就整天抱着火盆 晕晕欲睡 因为天气原因 山脚的工作不得不停歇 全家都围着火盆 坐着聊天 小麦 你那房子装修的怎么样了 于爸翘着二郎腿 哼着哥看向于南 这些日子比较休闲 心情好 整个人都胖了一点 于南上次还问了王师傅 说装修的差不多了 就等家具入场了 还把图片发了过来 于南也让胡倩帮忙去看了一下 称都没什么问题 就只等谢经理弟弟那边的家具 还差家具 这是装修图片 你们可以看看 于南调出之前保存好的图片 拿给于爸 什么房子 谁买的 小妹买 你赚了那么多钱啊 于木吃惊的看向于南 哦 他就说 好像忘记什么了 原来是还没告知于木他 买了房子 忘记和你说了 我在县城义德园那里 贷款买了一套 有空你可以去看看 我靠 厉害 有钱人啊 到时候我去住几天 嘖嘖嘖 你真的太厉害了 于木兴奋的站了起来 快 发个图我看看 实在太牛了 多少钱 首付三十多万 去住可以 但是不能带乱七八糟的人去 不然以后不让进 先说好啊 等家具进入了 我带你们去看看 这没问题 等后山有收获了 我们也去买一套 于南看着他们在讨论房子的事 也不参合 反正他是挺满意的 他在装修和家具上 一点都不是省 都是按照自己 满意的来 于南想着无聊的景 还不如进入空间看看 空间不那么冷 手机有来电提醒了 一看 试试谢经理来电 于南猜测 应该是家具的问题 接了起来 谢经理 家具到了吗 都到了 您现在有空下来吗 我们给你搬进去 于小姐我跟你说 整套看下来 非常的震撼 一到店里 很多客户都在问 他们只能买散装的了 完整的都被您这边买了 我看了都行动 只是没有钱买 也就看一看摸一摸罢了 那边看着一套套 奢华石木家具的谢磊 都不得不真心 赞叹雕刻人的技术 那镂空的地方 都被雕上凤凰和祥云 开始害怕于南有禁忌 他压不住啊这气场 后来于南说 没有关系才定下的 于南沉吟了一下道 嗯 这样王师傅 还在房子那安装灯具 你们先帮我搬上去 我明天过去看 今天晚了不方便 让工人都小心点 服务费什么的 我出 千万不能磕了碰了呀 新房用的 麻烦您帮忙监督一下 于南想着 那边的小区安全方面 还是挺好的 应该不至于被偷了 反正只是一碗而已 想到什么 于南补充道 之前说的那个什么诗 免费帮忙摆设的 也让他们去一趟 尽量显得房子空间大 采光好 好吧 那我通知我妹夫一下 让他们下午尽量全部弄完 谢磊想着 反正下午他也没事 就顺便安排监督 挂完电话后 于南看向全都望着他的家人 高兴的说道 我们明天去看看 家具今天到齐了 然后看向于爸于妈 不是说要请酒吗 爸妈你们看着安排吧 也不去酒店了 就在家里办 该通知谁就通知 明天还要去买一些床上用品之类的 于爸高兴的知道 好好 我去看看通讯录 叫我的一些战友过来 老婆自己整理一下名单 明天去买一些请帖 回来就发 对了 我还是先去问问吉日吧 说完就直接拿着伞出去 于妈也高兴的拿着本子出来 和于沐看看 要请哪个 于妻在旁边偶尔补充 于南看着他们这样 心里还是挺高兴 他要的也不多 家人健康开心就好 以前那些小摩擦 过去了就过去了 过日子的 只要不是太过分 该给的 他还是愿意的 第七十章 二更 第二天一早 他们就坐车下来了 几人一起乘着电梯上楼去 于南输入密码打开了大门 说到这里 刚刚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初买的是高层21楼 于妈坐不了电梯 只能爬楼梯 以前于南生病 他去照顾的时候 十几层楼高的地方 他也是一层一层的往上爬 六十多岁的人说来都是心酸心疼 后来生病他陪着 于南就让他在楼下等 自己坐电梯上去 听说三表姐生孩子的时候 他和小姨一起去看 三表姐的房子是在25层 于妈一个人 也是一层层的爬上去 那时候于南听到这个事情 就很无奈 想着以后有机会的话 自己买的房子一定在低处 但是自从他回来后 一直用空间水 给他们滋养身体 于南自己的晕车症状都好了 所以他觉得于妈应该不会晕 考虑清楚后才决定买的高楼 刚刚上来的时候 于妈让他们几人坐电梯 他自己去爬楼 虽然他表现的不在乎 还很高兴 但是于南还是从他眼里 看出了一点点难过 于南拉着他 坚持让他坐电梯 告诉他不要看外面就好 和自己聊天 告诉他之前自己的情况也是这样 不过注意力放到其他地方 就没有问题 于爸也劝着 他才勉强同意 尝试坐几层 实在不行再下来走楼梯 然后一直等出了电梯 他都没什么不好的反应 才高兴地拉着于南说 这个方法管用 以后再也不用爬五层休息半小时了 看着他高兴于南也高兴 厚重的门被打开 门外门内 简直是两个世界 一进门 地上铺的是光滑的花砖 进门两边 一边储物柜 柜子上都是挂钩 下面是可以伸缩的长椅 对面是落地镜 还有一排鞋柜 再往前走就是玄关柜 有点类似薄骨架 每个格子都放着绿植 往前走四米的样子 视野变得非常的开阔 大大的客厅铺满了木地板 一整套的木制沙发 摆放得非常有特色 宽框的电视墙是米白色 上面铺着的几只梅花 把整个房间都称得年轻了些 往前的飘窗 还没有装上窗帘 视野非常开阔 采光非常好 左边空旷的地方 摆放着圆木桌 餐桌是于南买的那套木制配套 椅子六个太师椅 再往里面一点 由玻璃门隔着的是开放式厨房 右边进去就是三个房间和一个书房 每个房间都有配有卫生间 里面的家具床具书架 都是于南买的那一套 看着非常的奢华 小妹 你这装修和家具得不少钱吗 这也太漂亮了 于七看着和自己家截然不同的装修 感叹道 对的 用了六十万 反正都是一辈子的事 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 于南之前看过图纸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反应 但是还是很开心 这里是完完整整的属于自己的家 看来过年过年得 尽快把山脚那里开发出来 尽快种上东西 不然你这贷款都没法还了 你这用钱的速度太快了 于爸这里看看那里摸摸 都不敢用力 听到于南这么一说 更加小心翼翼了 这都是钱啊 小女儿身上的钱肯定用光了 还是赶紧赶工 尽快把这贷款还上的吧 总欠着不安心 好了 我们去商场看看沙发店 抱枕还有床上用品之类的 都要买回来 爸 你和哥去花鸟市场看看 还得去买一些绿植 油漆的味道还是挺浓的 待久了不安全 放两个月再过来住 于南看时间不早了 还得买挺多东西的 急忙和大家说道 分头行动后 到下午两点多 差不多就都买齐了 沙发店和抱枕 以及窗帘 都是同色系的蓝色和米白色相接 还买了一些装饰的瓶子 放在薄谷架上 这是于爸买的 还有几颗一米多高的绿植 于妈还买了几幅画 被于妻拉着去买的 虽然都是假的 不过挂着也挺好看的 于南给自己的房间买了一个毛毯 冬天也可以打着赤脚在上面走 还有一个化妆柜 然后基本就没什么了 大剑都买了 其他的小剑就等着入住后 慢慢的添加吧 回到家后 大家都有点累 于妻去煮了一些面条 吃完之后 于爸就宣布 元旦搬入新居酒 那算下来 就还有五天的时间准备 还挺快的 于妈把今天买的情帖 按照之前准备好的名字 让于爸写上去 于爸的钢笔字写得很好 于南的鸡爪字 就常常被他嫌弃 写了差不多一百张 村里每家都写了一张 来不来无所谓 反正都发过去 然后于爸就开始 给在外面的亲戚打电话通知 于妈也给他那边的亲戚打电话 然后于南耳边 不时响起他们此起彼伏的声音 大姐 元旦有空回来一趟 哦没事 就家里买了新房 元旦白酒 对 刚买的 小妹买的 我哪有什么钱买 我不多说了 还得通知其他人 元旦记得回来啊 三店 元旦回来喝酒 小妹买了新房 那天白酒 记得提前一天回来帮忙 就这样啊 妹啊 对 房子装修好了 对 还得谢谢倩倩呢 元旦白酒 你们一家都要过来啊 还有那个倩倩的男朋友也一起 小妹说 还多亏她帮忙呢 行 早点来啊 今天累了一天 于南见他们还那么兴奋 也不管了 直接去睡觉 大冷天的 还是被窝里暖和 第七十一章 白酒席上 元旦这一天天气晴朗 下了好几天的雨也停了 早上还出了太阳 天宫都在作美 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旁边邻居家的空院子 也被借来摆满了桌子 昨晚搭好的灶台 厨师们半夜都过来烧着了 于木和大堂哥二堂哥 以及村里的年轻仔大早上 就上街买了今天 所需的所有材料 就等时间一到 就开始炒菜 村里的妇女婆子们都来帮忙 洗碗的擦桌子的 洗菜的 都有人帮坐着 门口放着一张桌子 上面摆着果盘和茶 于妻坐在那 等人来的时候登记 顺便收礼金 登记好以后 要是别人家办酒席 是要还回去的 于爸一大早就在村口那里坐着 专门接人过来 于妈烧着一盆火红的木炭 放在客厅 等人来了 可以围着坐烘火 嗯 于南就是坐在探边陪聊 这是他最不喜欢做的事 却也没办法 房子是他买的 他得招待人 抱着小外甥在烤糯米糍粑 这还是前两天于妈做的 到时候客人走了 要拿这个送 把白胖的糍粑 烤得金黄焦脆 就可以拿起来吃了 有点烫 呼呼再吃啊 于南一边撕一点 一边喂着小晨晨 给他吃了一半 剩下的他全部吃了 看着小晨晨那委屈的眼神 于南一边擦手一边说道 这个不能多吃 基石 会肚子痛 等下好吃的就不能吃了 乖啊 捏了捏他肉嘟嘟的小脸 回来两个多月 总算养胖了好多 比之前于南刚见他那会 好看多了 哎呦 小妹都已经有那么大的孩子了吗 什么时候的事 也没人通知啊 尖锐刺耳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小晨晨吓得一抖 直接扑进于南的怀里 紧紧抱着 脸上是要哭不哭 被吓到的表情 于南感情安抚地拍拍他的后背 不怕不怕 一一在这啊 于南看向门外那人 眼神顿时暗了一下 低垂着眼帘 没带温度地说道 姑妈回来了 自己找凳子座 来人正是于南的姑妈于爸的大姐 最是瞧不起于南家的人 于南家以前住的瓦房 他们一家回来从不进门过 都是去大伯家那边 即使爷爷是和于南家一起住 他们也不进门 从小于南就知道 这些人当不得亲戚 线下回来的是 姑妈夫妻和大表姐 这个大表姐 曾经当过小三 后来没有孩子 去孤儿院领养了一个 大表姐的老公 是一个比她大了二十几岁的人 于爸最看不得 祸害别人家庭的人 曾经劝不姑妈 后来被姑妈一家 说成于爸看不起他们一家 于爸反倒被骂 从此于爸再也不管他们 大姑姐是久了没回来不知道 那孩子是于妻的 于南还没结婚呢 可不能乱说 旁边的山婶子 急忙出声解释道 以前都是同一个院子的人 谁还不知道谁 所以她一见于南姑妈这样说 就直接反驳 哎呀 这几年我大女儿带我到处旅游 很少回来 所以不知道了 不要见怪 去 于南 拿的凳子给我 说完扯了一下于南的手臂 你们坐我这 我要去洗菜了 坐坐坐 旁边一位婶子见客人来了 赶紧起来让座 看着长得越发漂亮的侄女 于姑妈眼睛一亮 听说县里头的房子是你买 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和你大表姐一样精致 话说你们浪费 那个钱做什么 我们家县城的那一套都没人住 空着也是空着 你们偶尔去住住也可以 反正我们 长年都不怎么回来 你们在县城买了房子 打算做什么营商 不做的话就白买了 说完 把大女儿拉过 坐在于南旁边 看向门外 鉴于爸不在这里 赶紧说道 这是你大表姐 还有印象部 应该还记得吧 她在G市那边 你不是在S市吗 有空就去她家玩 你年纪也到了 让她给你介绍一个富豪 上千的房子 又有车子 还不用自己工作 过完年你可以去看看 说完看了大表姐一眼 让大表姐和于南谈 今年26了吧 该找男朋友了 再往后就不好找了 你长得又好看 还是大学生 G市那边的富豪最喜欢了 你加我的微信 过年去工作 找个时间去我那 晚几天 穿着时髦的大表姐 一直盯着于南看 说实话 于南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常年不回来的人 她也没怎么见过 正当她要回复的时候 哎哟 小莲 你这眼睛做得真好看 花了多少钱做的 介绍介绍 还有这鼻子 真翘 这嘴巴 真好看 看得我也想做 说说多少钱 来人正是大唐嫂小小 她对着于南眨眨眼 然后把于南挤到一边 对着大表姐 就开始各种夸赞 全场安静了半分钟 然后全都看向大表姐的脸蛋 大表姐尴尬地低着头 直呼 没做 我一直都这样的 我自己都是开美容院的 我能不知道 你看我这鼻子也是做的 这没有什么呀 爱美吗 都理解理解 大表姐见唐嫂这样说了 看了她一会 才到 就弄了一下双眼皮 是不是很好看 我和你说 开始做的时候 我那个紧张啊 然后两人就在那谈论美容的事 最后大表姐在唐嫂那里 订了好几套护肤产品 姑妈在旁边脸都气清了 瞪着大伯娘 大伯娘也管不到唐嫂 只能善笑着出去 第72章 白酒席中 都别聊了 赶紧的 人都差不多到齐了 先入座 开始吃饭 渔爸满脸喜庆的站在门口 朝里面喊了一声 走吧走吧 我们坐一桌 大唐嫂紧拉着大表姐和姑妈 一起往外面的座位上坐去 因为是主人家 所以南桌那边重要的客户 是渔爸陪着喝酒聊天 女桌这边呢 就渔男渔妻渔妈和亲戚坐一桌 方便聊天 渔男挨着渔妻坐着 有什么话题需要回复的 一般渔妻会接过去 渔男就能乐得轻松 因为他也实在不知道 有什么好说的 农村的酒席都是12个菜 然后一桌做满食人 菜都是大盘桩 所有一般吃不完的 都有人自己 带着塑料袋结束后装回去 没人会说 也没有人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一直都有这种习惯 以前小时候 渔妈去喝喜酒也是这样 小时候穷 一个月才吃一次肉 所以 每次渔妈去参加什么酒席 能带肉回来 他们三小孩都非常的高兴 后来长大了 家里条件好点 对肉也不是特别的期待 渔妈就开始渐渐的不带 或者带那些生的肉回来 这菜做得不错 请了哪个来当厨师 很久没回来的 二姑看向渔妈问道 本来说请村里 以前经常请的老长 但是她没空 然后于远和于兵 就叫了几个年轻人一起 买菜和掌勺 都是都是他们 就连去租的饭桌 和碗筷之类的 也是他们 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 以后村里有事 都可以请他们去 渔妈高兴的说道 二姑是渔男最喜欢的姑姑 二姑对孩子都非常的好 人很温柔 嫁去了别的县城 她从小 也不得奶奶喜欢 和于爸一样 整天淡活 也不得一句好的那种 二姑父也是于爸的朋友 逢年过节都会回来 从不嫌弃于男家怎么样 以前回来 晚了要过夜 没有地方睡他们 宁愿在于男家睡沙发 也不愿意去大伯家 虽然拥挤 可是于男却非常的欢喜 于男读小学的时候 二姑父犯事被抓 于爸第一时间去二姑家撑腰 二姑愿意等二姑父出来 于爸也没有说什么 这一等就等了十几年 于妈就经常带着于男 去那边看她 无论是不是过年 后来二姑家也不好过 撑起一个家 但是知道于爸借钱 给他们三读书的时候 还是会拿着钱回来 于男读高中的时候 偶然在县里碰到他 他就拿着一百元给于男 那时候 于男一个月的生活费 才是一百五 放假回来告诉于妈这事 他才知道 那是二姑去县城看病的钱 那他们也愿意做这些 年轻人很少会干这些 二姑笑着疑惑道 上一辈都老了 总得有人接起来 不然村里有什么事 还得去外村请 这就有点不好了 于妈解释道 姑妈见他俩聊得那么好 插嘴道 二弟妹啊 这菜那么好 一桌可不少钱吧 说完用筷子 在盘子里翻来翻去 于妈笑着 看着全桌的人 这我也不懂 都是孩子他爸安排的 喜庆的日子 大家吃好喝好 热热闹闹的 才是最重要的 我听到于远和他们交谈 一桌应该要两千这样 嘖嘖嘖 比别人结婚还贵 真有钱 大伯母碰了一下姑妈的膝盖 暗示道 房子买在哪里 多少钱啊 等会回去 我们去看看 大姑妈一边咬汤一边问道 饭桌上的人也都看向于妈 大家都比较好奇 不声不响的就买了房子 看来是默默发财了 在义德园那边 贷款买的 哪里有钱 不像你们都是全款买 这不是孩子都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做大人的 支持他们就好了 于妈笑着看着大家道 大姑妈得意的看向大表姐 说的也是 像我家小莲啊 一县城市买一套 县城买一套 都是全款 贷款多不好啊 后面还得慢慢还债 大家见她这样 都敷衍着 你女儿真有钱啊 一县城市 得好几百万吧 应该不止 听说一瓶都好几十万 嘖嘖嘖 我们啊 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于南喝了两碗汤就饱了 也不在这听他们说话 说了句 大家慢吃 就会大厅那烤火 想着再过十来天就过年 过完年 种植计划的开始 于堂还不确定能不能参加 还得想想其他赚钱的法子 不能空等其他 想到空间里的东西 嗯 那个雪鸡草 有美颜养容的功效 要不要往这方面考虑一下 一个人坐这干嘛 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于南回神看向来人 嫂子 吃饱了 嗯哼 他们罗七八缩的 不想听 就吃快点了 大唐嫂拉了一张凳子过来坐下 把手放炭火上烤着 你家总算也起来了 听说还承包了后山 打算种什么 于南拿着棍子松松木炭 目前考虑种桃树 和一些其他的水果 山脚下一点的旧种蔬菜 目前就这样 大唐嫂点点头 不再说话 两人就看着电视坐着 第七十三章 白酒结束 到了傍晚客人都走光了 只剩下亲戚之类的还在 陆陆续续的有人开始进来 聊聊最近的情况 村里的婶子们都在外面帮忙收拾 过了一会儿 山婶子脸色很差的走了进来 于马看她这样 问道 怎么了这是 刚刚我们都散了 然后去收拾今天剩下的菜 那些熟菜拿走就拿走了 你那个肘里倒是自觉 熟菜她一盆一盆的倒回去 还没做的菜也拿走了 我跟在后面去看 她那个冰箱柜 都装满了 放不下了 你说怎么有这种人 晚上还有一餐呢 那些菜是留着晚上做的 她就这样 山婶子越说越气愤 虽然不是她家的东西 但是这邻里关系好 平常都是互帮互助啥的 最看不惯于至家那婆娘 我回去看看 这又不是没吃过肉 老太太这是干嘛 大唐嫂尴尬得想挖个洞 这是人干事 于南对于大伯母做这种事 已经见怪不怪了 村里很多人有意见 背后说了很多她的坏话 但人家脸皮厚 全部当一回事 大伯也不说 反正得意的是她家 装不知道就行了 过来一会 唐嫂和大唐哥 一人捧着一大盆的生肉回来 两人后面 还跟着大伯母和鱼糕 大伯母一直在骂骂咧咧的 鱼糕满脸青涩 大伯母见那么多人看过来 顿了一下 满脸无奈继续道 就拿了一点肉 就追到家里去 这说出去多丢人啊 我见鱼糕不来 才拿点回去 给他坐着吃 这还没下锅 后脚就被拿里过来 二弟妹 你说这 他一个人吃两盆肉 你要是缺这点肉 就私下和我说 我拿给你 好了 拿回来就好了 我也不多说了 鱼妈接过大唐嫂拿过来的肉 放到厨房那边去 大家见这样 也不在理他们 大姑妈也不想表现得 和大伯母很熟的样子 太丢人了 好几年没吃过肉一样似的 忙拉着鱼男问 要不我们现在去新房那里看看 晚饭就不吃了 去新房认个路 顺道回去 对啊对啊 我们去新房看看 坐我的车和小小的车 要你管管够了 大表姐也不想住乡下 见他妈这样说 赶紧附和道 新房子刚装修好 明天再去吧 现在晚了 就为了看一眼 等会又得回来 麻烦 明天我们去了联系你们 你晚上要是回去的话 鱼男想了一下回复道 又不能拒绝 你摆酒了 人家要是要求去新房看一眼 也不能拒绝 再说 他见村里的几个婶子也想去 还是答应比较好 见他这样说 大姑妈家也不好说什么 然后也不等晚饭了 说了一会话 就开车回县里 鱼男晚上不饿 就去睡了一觉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感觉有点口渴 出来接水 开门就看到全家座的座 躺得的躺在那 他冷了一下 那么快就散了 心里这么想 话也就出口了 还没散 你堂哥那几个厨师 和村里的年轻人还在喝酒 见他们这样 应该会喝到半夜 躺着的鱼爸忙坐了起来 鱼妻从房间里 把白天收到的礼金拿了出来 这是今天收到的 这笔记本上都记着名字 你们看看 鱼男好奇的坐过去 鱼爸把钱接过 然后看着笔记本算账 算了三次 鱼妈算了一次 最后是一共收了五万 有的人两百 有的人五百 看关系 鱼男把名单接过来 只见上面写着个名字 后面写着多少钱 他一眼看过去 就看到大伯的名字 后面写着五百 大唐哥于远一家是一千元 也就是说 大伯和三唐哥 一起算在五百里面 嘖嘖嘖 也是够小气 当初他们进了两次新房 鱼爸都是给的一千 鱼妈见鱼男 一直看大伯一家的礼金 他笑了一下 说 算了算了 给都不错了 我们不计较 反正少打交道 就是 然后踢了一下鱼爸 就你当别人是兄弟 你看看 他当你是自兄弟了吗 出嫁的姐们都比他多 鱼男看向二姑的礼金 后面写着一千元 鱼爸善笑了一下 看向鱼妈亲戚那边的 只见小姨的是一千元 胡倩表姐的也一千 就连钟子家的也是一千 今天他两医院值班没法过了 礼金让小姨拿来的 鱼爸就更加不好意思了 尴尬地把本子合起来 然后整理好礼金 把礼金全部递给鱼男 拿去还房贷 以后不是还得返还给人家 到时候不还是你们去的吗 这你不用操心 我们和你妈商量好了 这钱你拿去 后山那里还没有那么快有收获 这几个月 肯定没来得及赚钱了 你每月房贷那么多 这些刚好就急 鱼妻和鱼木也看向他 拿着吧 不用看我们 鱼男想了一下还是收了 以后再慢慢 用在家用方面吧 对了 明天他们要去看新房 我们早上早点起来 人应该比较多 你堂哥那车应该不够 你和你妈先带那帮妇女 坐你堂哥的车过去 我带男的去街上打车 回来记得买点糖果 分成一袋一袋的 到时候分给村里 来吃酒的人 鱼爸交代道 鱼男点点头 刚准备起身 就听到楼上有动静 是二姑一家 对 你二姑父喝醉了 在上面睡觉 你二姑在照看着 还有小叔一家已经睡着 都喝醉了 鱼男就猜到 一般上楼睡觉的 也就只有那两家了 对了 晚上睡觉记得反锁门啊 鱼妈见鱼男准备回房间 叮嘱道 鱼爸看向他 他解释道 都喝醉了 等下乱进房间不好 安全起见 鱼妻也是 记得反锁 说完看向鱼妻 鱼男点点头 接了水 手里还拿着一打钱 反身进房间 第二天一早 鱼男就起来了 本以为大家都起来了 结果昨晚很多人都喝醉了 现在都还在睡觉 鱼妈说 等到中午再去 她先去做饭 想到他们起来 可能都会头疼 鱼男回房间 转身进了空间 之前种下的青菜 全都成熟了 比之前成熟的时间加快了很多 鱼男猜应该是那个莲子的原因 她摘了三四斤的青菜 一两斤的水果 拿去厨房给鱼妈 昨天剩的青菜 可以煮点粥喝 还有点肉 大家起来可能不会想吃其他太腻的 嘴巴苦 这里还有点水果 我切一点吧 等他们起来了 可以吃点 鱼男把菜放到桶里给鱼妈 鱼妈点点头 那就做一个瘦肉青菜粥 晚上回来再吃其他的 鱼男把草莓切成了几块小的 摆了一盘 芒果也切了一盘 葡萄洗了两串 全放在干净的果盘了 放上几根牙签 拿到大厅放着 等他们起来吃 十点多的时候 大家都陆陆续续起来 大唐哥也过来了 见有水果 随手拿了一块吃起来 结果吃了一块眼前一亮 再看向他一向不喜欢的芒果 插了一块 放进嘴巴 嗯 怎么那么好吃 放亮的双眼 看向鱼男 第七十四章 好吃的 鱼男刚接了一杯水过来 就看到大唐哥吃惊的看向他 他笑着喝了一口 怎么了 不好吃 嗯 非常非常好吃 和以前我们自己买的 完全不一样 在哪买 大唐哥一边往嘴里塞 一边问道 不清楚 应该是昨天谁买来的 我还以为是你们买的呢 鱼男庄做不知道的解释 那可惜了 可能是昨天的客人带来的 本来还想买的 既然这样 他双眼又一亮 左右看了看 鱼男见他这样 无奈道 没有了 都在这了 我都给洗了 你不用找了 你现在可以多吃点 不然等会他们起来 鱼远见他这样说 遗憾的越吃越快 昨天喝酒嘴巴苦 吃这个刚好缓解一下 鱼男见他这样 摇了摇头 准备去厨房 突然想到了什么 回头说了一句 哦对了 和那些水果一起的 还放了一些青菜 我妈拿去煮粥了 然后不管后面的人什么样子 直接往厨房走去 鱼远愣了一下 突然想到了什么 拿出手机 给自己老婆打了个电话 小小 你起了没有 二叔这里煮了早饭 快过来吃 然后就出门了 你快点 就等你一个人了 说完也不等他反应过来 直接挂掉电话 小小正在洗漱 听他这么一说 赶紧在脸上 打了点护肤的妆也不化了 戴上口罩 就往二叔家快速走去 他是媳妇 要是让一帮长辈 等他一个人 那就尴尬了 结果 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到的时候 他看到了什么 就看到鱼远 一个人在那吃着水果 二姑一家才刚起床 气得他直接上去 就揪起他的耳朵来 不是说 就等我一个人了吗 害我妆都没化 就急急忙忙地跑过来 大早上的你是吃了豹子胆了 敢骗我 气死人了 他都上了年纪了 就算平常护肤不断 但是该有的痕迹 还是不会消失 平常化妆还看不出什么 但是一素颜就不行了 所有不化妆 他就基本不出门 结果现在 这是人干事 哎 轻点 戴着口罩就行了 反正我又不介意什么 你尝尝这个 说完不等他枪声 就直接把草莓块 放进他嘴巴里 在楼上就听到你们两口子 吵吵闹闹的 年轻人 精神真足啊 三叔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慢慢的走下楼梯 三叔早上好 赶紧洗漱 等会喝粥暖暖胃 于南刚进来 就看到三叔下来 精神不是很好 赶紧说道 于远见小小总算安静下来 把牙签递给他 让他自个吃 就去厨房帮忙了 小妹 过来吃这个 超好吃 早上吃水果 其实也吃不了多少都饱了 水分太多了 他也吃不了几块 小小见于南过 连忙拉着他 让他吃 我刚刚已经吃过了 这还是我洗的呢 你自己吃 吃不下就不吃了 等会还要喝粥呢 于南见他不舍的样子 无奈道 粥已经煮好 他赶忙去拿了碗筷过来摆放 然后于妻和于远 就把小菜和粥拿了进来 昨天酒喝太多 嘴巴又苦又干 见那些大鱼大肉就不想吃 这粥还挺香的 闻着就有胃口 于三叔拿起碗 就打了满满一碗粥 再加了些萝卜酸一起 二嫂厨艺是越来越好了 这简单的青菜瘦肉粥 都那么好吃 我可以喝三碗 喝了半碗粥 才松口的三叔感叹完 再加了一块萝卜酸 嘎吱一声清脆响 满口都是酸甜味 闻着就流口水的那种 他眼前一亮 二嫂这萝卜酸 怎么那么好吃 是自己做的 还是买的 好吃你就多吃点 是自己做的 前面不是种了萝卜吗 卖完还留了一些 就拿来做泡菜了 想着过年吃的菜比较腻 你哥说吃这个节俭 就泡了一摊 于妈见小叔子那么捧场 心里高兴着 笑着回道 那我拿点回去吃 嫂子你帮我装一点啊 说话都阻止不了 他喝粥的速度 现在他已经喝了第二碗了 二姑家和大唐哥一家 见他这样 也赶紧加快进食的速度 然后都纷纷说道 我也来一点带回去 于南早餐一般吃的不多 一碗粥就足够了 吃完见 大家这样说 连忙道 妈你先吃 我去洗瓶子 一家一个一升左右的玻璃瓶 于南给他们装的满满的 这些萝卜都是之前种的 被浇过一点零水 都好吃成这样 之后山里种什么 销路怎么样 于南一点都不担心 大家吃饱喝足休息了一会 于爸去通知那些想去的人家 于南这边先坐着 大唐哥的车过去 走的时候 见没人吃桌上的水果 大唐哥于远 赶紧去冰箱拿了一次杏袋子 全都装了回去 一边装着见于南路过 还一边说着 不能浪费 于南简直哭笑不得 第75章 看新房 开车倒是挺快 半小时左右 他们就到达县里 之前出门的时候 已经通知了大姑妈那边 所以等于南到门口到的时候 大姑妈和大表姐 已经在那等着了 于南刚下车 谢经理就眼前一亮 急忙走了过来 于小姐 您这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他看了周围 一眼其他人 疑惑的 哦没事 就亲戚过来看一下新房 不用帮忙 您忙您的就可以了 于南见他特意过来询问 笑着解释了一下 然后带着他们 往八号楼走去 这个小区环境不错啊 比我们之前买的那里好多了 以后有钱 我们再换一套这边呢 小小看到这个环境 心动了一下 转身和于远讨论 于南刚刚正在旁边 见此说了一 那你们买的时候可以和我说 刚刚那个是这里的经理 人挺好的 能打折 行 我们再看看 于远看了一下设施 都挺齐全 比他那个老区好了 不知道多少倍 倒是可以考虑 一行人出了电梯 于南开门走了进去 从鞋柜里 把之前准备的拖鞋都拿了出来 让他们一一换上 哇 你这装修还有家具 太奢华了吧 但是 看着质感又非常好 又有一种底蕴的感觉 则则则 这装修找谁帮忙的 低调奢华 我好喜欢 下次我们要去买新房 你帮忙推荐一下 小小一进来 就眼前一亮 看着满屋的装饰 一眼望去 让人感觉就像是 书香门第家庭那种质感 他好喜欢 我小一那边帮忙找的装修 设计图我网上查的 你买新房再找我 于南笑着 把大家带进来 都随便看看 因为没有入住 所有其他吃的 喝得没有准备 于南坐在沙发上 让他们随便走走 其他人早就被这 不一般的装修吸引住了 也不管于南说什么 都各自去参观 大表姐站在客厅左右 看了看 然后挑着坐在于南旁边 这地段 不便宜吧 还有这装修 这家具 上百万 于南看了他一眼 不便宜 贷款买的 嘖嘖嘖 年轻人 还是踏实点好 出去久了 这虚荣心啊 蹭蹭蹭的往上涨 咱有多少能力 就做多少事 这种提前消费的事啊 还是少做的好 大表姐吃笑着 拿着指甲刮桌面 发现刮不下什么东西 才作罢 表姐说的对 我爸从小就叫我道德 礼仪廉耻 脚踏实地怎么写 我也长计在心 并以身作则 表姐年长我十岁 想必比我懂得多 于南不轻不重地回了句 你 你的教养就是这样的 别以为买了个房子 就想上天 以后能不能还得轻 都不知道 哼 我也没必要和你争论 对于这种不重要的人 于南懒得和他争论 你过好自己的生活 甚至过得比他们好 他们就会自己 给自己找难受 来来来 都进来 里面是木制地板 比较难洗 所以大家进来都换上拖鞋 这不是嫌弃 实事求是的说 于爸推开门 带着一些老乡进来 理解理解 这么干净的地 我们也不好意思弄脏了 对对对 应该的 都是小孩子自己装修的 我们不参与 要是我弄 肯定就是和老家一样 能住就行 但是毕竟是小孩自己买的 他怎么装修都好 年轻人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尊重他们的想法 所以大家见谅 于爸一边把拖鞋拿给他们 一边解释道 如果什么都不说 等他们回村里来一句 进个门都还要换鞋 嫌弃农村人的意思就不好了 所以他就多嘴一句 严重了严重了 我们又不是老古董 现在电视看那么多 该懂的都知道 就是就是 于爸见他们 真的没有什么不满 笑着让他们先进去 于南见门口有人进来 起身走了过去 都来了 进来坐 想参观的 可以随便看看 不用拘谨 爸 你招呼招呼输什么 我去买点水 于南见他们都来了 打算去楼下买点水上来 毕竟干坐着也不好 行 你去吧 我看着就行 哦对了 买点水果上来 于爸点点头 小区里就有一个 不是很大的超市 于南去里面看了一下 什么都有 就是种类比较少 他随便买了一些就上去 第76章 和大伯一家彻底闹翻 刚到门口 就听见里面 吵吵闹闹的声音 于南皱着眉头 站在门口听了一下 后续应该会加快 男女主的交往了 我刚刚就是看 这个架子上的东西好看 然后过来瞧瞧 但是我没敢动手呢 怕是真的 碰碎了 我可没钱赔 看完我就转身准备走 谁知道于大娘 就直接撞了过了 然后我就撞到 后面的架子上 然后这个瓶子就掉了下来 我发誓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是被撞到的 山婶子满脸着急的解释道 我可没有撞你 乱说什么呢你 我见你在那看的 眼睛都不眨 也不让位 就想着去别的地方先看看 结果你就往身上撞过来 自己做的是自己负责呀 别来我身上 要陪也你陪 大伯娘见大家都看向她 急忙解释道 只是有没有人相信 她就不知道了 你满嘴胡话 血口喷人 明明就是你特意撞我的 我都看见了 你去问问 村里谁不知道 你眼红于敏家买了新房 刚刚进来的时候 你看到这些布置 那满脸极度争鸣的 恨不得全砸了 你就是故意的 山婶子听她这样说 恨得撕了她 山婶子 可不能乱说 二叔家买了新房 我们高兴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极度 我们家早就买房子了 用得着极度吗 三堂哥的老婆英子 上前拉住自己的婆婆 枪声道 你放屁 一段还是郊外山脚那边 你刚刚进来 还想躺人家新床上去 还想刮花于南的梳妆台 要不是我说你 你早就当作 你家的房子住着了 我就是怕你们乱来 才一直看着你们 谁知道我一不留神 就被碰到了 山婶子见他们俩婆媳 一起围攻她 气得很 岁岁平安 算了算了 这又不值什么钱 丢掉就好了 都是邻里邻居的 没必要吵起来 大姑妈见于爸的脸色 越来越不好 赶紧打 鱼爸确实很生气 新房子 今天大家本来高高兴兴的参观 结果闹了这么一出 她看向大哥 只见大哥看向窗外 貌似屋内吵架的 不是她老婆一样 也没有对于 作为她弟弟的一点愧疚 早就没有期待了 不是吗 这么多年过来 大嫂针对自己的是不少了 每次都是等大嫂 解决不了她才出头 对于新房子 她也是有嫉妒的吧 鱼爸转头不再看向她 她刚准备出生 就看到小女儿走了进来 愧疚的看了她一眼 喜庆的日子 被大人之间的事 给搞成这样 于南安抚的看了鱼爸一下 然后走了进去 拉着山婶子的手 看着她着急的红了眼眶 温和道 没事 摔就摔了 都是假的东西 一个几十块钱的那种 不值几个钱 不用怕 于南 我没有 山婶子见于南安抚的看她 她喃喃道 就是嘛 摔就摔了 又不值几个钱 你怕什么 他们又不要你赔 大伯娘见于南这样说 赶紧上前说道 谁摔的 我们不清楚 但是于南见她这样 也不打算给她留情面 冷冷的看向她 但是我家里都安装了监控 每个角落发生了什么 都能保留 我们大家可以看看 当初她也只是为了安全 才装的监控 那时候装修还没完 监控一直开着 到现在也没关 没想到 今天还派上用场了 大伯娘听她这么一说 心里颤了一下 慌忙的说道 哎呦 这还看什么 不值几个钱的东西 不用再追究了 不然山婶子多尴尬啊 于南你也真是的 自己家还装这种东西 怕家人里自己偷啊 于南不再看她 把手上的水果和水 放到桌上 看向大家 大家先坐着吃吃水果 我去看一下监控 然后把电视打开 调到监控的画面 本来还想拉着于南的大伯娘 彻底慌了 忙走到于大伯旁边 于大伯见此瞪了她一眼 忙笑着说道 都不早了 大家吃完就一起走吧 家里还有活等着呢 于远 你去开车 没人理她 于远如无其事地看向监控 先看看再说 于南也不啰嗦 直接把监控调到那个时间段 画面内容一出来 全场都安静了 确实是山婶子碰到的 但是却也如她所说 她转身的时候 是被大伯娘特意往后推 大伯娘本来站在后面 是打算装作不小心碰到 谁想到山婶子那么快就不看 所以她就直接用肩膀撞了上去 监控上看得清清楚楚 就连她满脸极度争鸣的 看向整个房子的样子 都看得清清楚楚 结果都看清楚了 大伯娘 我希望 以后你也不用来我家了 甚至平常没有什么重要事 我也不希望看到你们出现在我家 当然 还有于高一家 于南清冷的声音 在安静的环境里响起 于南见她看向于爸还想出声 再次出声 我的意思就是我爸的意思 您那狠毒的嘴脸 我们都看清了 我怕再和你们家来往 什么时候出事了都不知道 所以烦情以后 你们自觉点 不要踏入我们家 当然 来了我们也不会开门 所以 你们现在 走吧 我不欢迎 老二 你不管管 于大伯被说的 脸色一会青一会白 急忙立身看向于爸 大哥 于南的意思 就是我们家的意思 实话和你说 大嫂做的事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 你就是在纵容她 或者你就是同意她这么做 甚至于 你也想那么做 谁也不是傻子 我忍是因为老爷子 还在视怕她难过 现在老爷子都去了一年了 没什么好忍的了 于爸说着 说着哽咽了一下 这些年 委屈够了 好好好 好样的 有钱了就看不起 我们这些穷亲戚了 我们走 以后有什么事 你也不用找我们 于大伯见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她 气得她放下狠话就离开 于爸见于原满脸尴尬愧疚 拍拍她的肩膀 不再出声 真的是逮住出好损了 于远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送我回去 不见人家赶你走吗 你再留下 就不要任你老子 说完也不等于远回复 就自己先走了 大伯娘见闹成这样子 又见于大伯非常生气 也不敢上前 拉着于远的胳膊 跟在后头 等那一家都走了 大家都满脸尴尬的 你看我我看你 大姑妈见这样 也不好意思待着 平常她和大伯娘要好 现在闹出这事 大家会不会觉得 她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也不好再留着 和大表姐对了对眼神 出声道 还要去赶车 我们就先走了 你们再逛逛 不用送 这是闹的 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聚啊 说完拉着大表姐 赶忙走了出去 山沈子见情况称这样 虽然不是她的错 但是也算她引起的 她满脸 尴尬的看向于妈 然后见于妈 拿着扫把扫那碎瓶子 她赶忙过去抢着扫 二嫂 你给我 我来 不然我心里过不去 见她这样 于妈也没再让着 大家坐着吧 都吃吃水果 刚买的 大中午的 应该也饿了 于爸率先坐下 对对对 都拿着 反正大家都知道 我们家情况 以前只是表面面子 现在这样了 也不用尴尬什么 来来来 拿着拿着 三叔接过于爸 递来的水果 放到大家的手上 没事没事 谁也不想出这事 就是吗 都是亲戚 不想着好 反而想着坏 也就他们做得出来 你也不用担心啥的 对 回头我们去村里解释 他们也不敢乱说 还说什么 你放心就是了 大家你一句 我一句的安慰于爸 其实闹了这么一出 大家也都心不在焉的 于爸见这样 再说了一会话 就给之前的司机打电话 让他安排两辆车过来 就招呼大家回去了 第77章 过年了 距离上次发生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村里也没人多说什么 只是从此 于南家在村里 碰到于大伯家 再也不主动打招呼 必要的共识 也只是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就像今年大年三十一样 以往都是大家一起买菜 到于南家 直到于南这一辈的人结婚 人越来越多之后 于南家太小 就统一去于大伯 但每次都是吃不饱 菜不够 大伯娘被说了很多次 后来于南建起了楼房 空间大了 其他人又陆陆续续的 回到于南家吃团圆饭 今年 就只有三叔来于南家 大伯那边就不来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 没必要装面子 反正于南很开心就是了 不用和讨厌的人一起 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好的很 所以一大早 他就开他的小店驴 呼啦呼啦的去街上买菜 今晚吃饭的人 除了于南一家 就多加了三叔一家三口 但是听说堂弟的女朋友 可能会来 所以他打算多买点 农村的团圆饭鸡鸭鱼肉是必须的 而且大年初一还不能杀生 那大年三十这一天的话 就必须多买点 留着明天吃 买了两只鸡两只鸭一条鱼 还有一个大肘子 以及L是喜欢的清汤火锅所需要的配菜 他自己一个人拿不了那么多 所以先把空间里的菜拿了出来 还有放在里面的螃蟹 话说 那螃蟹有的已经铲子了 并且比刚放进去的时候大了很多 他足足拿了十只出来 一只差不多一斤左右 之前家里的火腿还有 今天街上还有鸡尾虾 鱼南买了三斤 肉类的鸡本都准备够了 用麻袋装了两袋 然后绑在电动车后面 呼啦呼啦的骑回家 鱼马已经开始烧水 等会要烫鸡鸭 还要祭拜祖先 鱼南每年的任务 都是负责祭拜祖先 这个要等到下午准备好了才可以去 前几天赶急买的炮烛不够 而且小妹买了新房 去买一圈大点的炮烛 烟花也要 热闹一点 你们谁有空 谁去一趟 鱼妈翻开祭拜用的物品 发现东西准备少了 往年都是这样 大年三十那天 都得来回跑很多次 才能买够东西 她年纪大了 记忆力不是很好 鱼爸又不管这种事业 不是很懂 我去 但是 我的电动车有点大 这个点街上人太多了 很难挤进去 跟你开摩托车带我一起 鱼南见 大家都在忙其他的事 只有她闲着 刚好她想去买点酒水饮料 好吗 刚好我也饿了 我去街上吃一碗粉 鱼木刚起床不久 吃年夜饭了 中午都在忙 就没煮饭 那等会多打两碗回来 我也没吃 妈你要不 爸呢 正在和鱼爸 一起杀鸡鸭的鱼器剑 此处声道 我不吃 鱼爸拒绝 我等会和小妹吃一碗 反正她吃不了多少 买多了浪费 鱼妈大早上起来 也没吃东西 还真有点饿了 于是点点头 行 那我们走吧 鱼南点点头 和鱼木说了一声 就先去村口等着 十点多的街道 果然拥挤得不成样子 还在街口就得慢行 大车小车比往常多了好多 过年了 在外有车的都会开回来 等了一会 还是水泄不通 鱼南皱着眉 拍了拍鱼木的肩膀出声道 我们从医院那边的小巷子过去 那里人应该少点 不行的 那边都在卖菜 开车过去没地方停车 车辆管理处就在这边 那边过去 就是直接到街中心了 等会还得绕到这边停车 鱼木站起来 往里面看了看 回复道 好吧 那这样 我先去里面那超市 把东西买好 太重了 我抬不动 我在那里等你 你放好车就过去 耳边到处都是喇叭刺耳的声音 等得人心烦意乱的 鱼南实在受不 提议道 鱼木也同意 那你买炮竹的时候 记得问老板看看 适合就买 烟花也是啊 鱼南绕来绕去 总算走出堵车的地方 看了一眼前头 原来是里面的大车要出来 外面的小车要进去 结果人太多不好退 就僵持住了 眼见已经有人在疏通 想来过一会就可以通路 鱼南不再观看 直接走到超市 卖炮竹的地方 他看了一会 也确实不懂要买什么 见老板再忙 他也就懒得喊人了 直接看哪个大 就买哪个 反正又大又想就对了 第78章 群聊 预计半个小时这样 鱼南已经把水酒 和炮竹之类的都买好了 让员工帮忙 抬到门口等着 刚好停车场就在旁边 等了十分钟左右 鱼木才进得来 赶紧去把车停了 气喘吁吁的走到鱼南面前 都码好了 人实在太多 看看还差什么 一次性买 实在是不想再来一趟了 我打电话问问老妈 插着腰 给鱼妈打了电话 说了几句鱼木 就挂断了电话 老妈说没有 这样 我去打包粉 你是去车那里等 还是在这等 鱼南想着 车馆处处都是汽油味 还是算了 我在这等吧 你记得打包回去啊 不要自己在那吃完再打 不然我揍你 鱼木以前就有这种习惯 自己吃饱了才打包 让其他人等了好久 鱼木翻了一个白眼 大声喊道 知道了 等鱼木离开后 鱼南把几个炮烛雷起来 然后坐在上面 玩着手机 翻了一下信息 到处都是群发的 新年祝贺信息 他也懒得回复了 反正晚上零点都还要发 到时候再回复就可以 剑出中十几个 玩得非常好的好学生群里 大家都在发红包 鱼南点了进去 抢了好几个 才几分钱 大额度的 反而抢不到 被网速支配的恐惧 本想着算了 准备退出的时候 看到被Eddie到 看了一下是周海 这个群是周海建立的 里面的人都是初三的时候 努力奋斗考高中的同学 玩得比较好的那种 除了情语 Eddie 鱼南 不能直抢哈 发红包 不然暴照 鱼南翻了一下 他们发的额度 大都是几十一百的 想了下就发了一个一百 并且只有五人能抢的 他自己也抢了一个 才五分钱 气得够呛 看来自己与红包 真的是无缘 群里都是在笑他 好朋友周明也在 周明 Eddie 鱼南 你这手气太差了 晚上多吃点鸡腿 周海 Eddie 周明 多吃鸡腿有用 看来我也得多吃点 于记 Eddie 周海 你这运气 还需要吃鸡腿 Eddie 请雨出来管管 于安 Eddie 鱼南 今晚去逛街部 于南 Eddie 周明 鸡腿给小孩吃 我就算了 Eddie 鱼安 还不知道 晚上再说 一般吃完晚饭 大家都组队去玩 于记在老婆家那边 初二才回来 鱼安和鱼敏 还有鱼成三人 每次都去吃烧口 没有的 要不要出来吃烧口 一年不见 怪想念大家的 李高 我还在值班 不知道下午放不放假 周海 Eddie高 预警过年还那么忙 李高 忙啊 也要过节啊 要维持秩序 于南见他们开始 往事业方面聊天 他就不再出声 实在是尴尬 比较聊天的那几个 都是一本毕业 自己只是个大专 还是个无业游民 聊不起 给于木发一个信息 于木那边回复在排队中 于南吹着冷风 看着人来人往 看着小孩子都在买新的玩具 他突然就想吃个冰激凌 小时候 一到过年 拿到红包的第一天 就是和小伙伴上街 买冰激凌吃 又冷又刺激 老板 给我拿一个带花筒的冰激凌 于南要看东西 只能喊老板 帮忙拿了一下 花筒冰激凌 是他的最爱 上面处理巧克力 就是洒满了碎花生和瓜子仁 特好吃 一口咬下去 都是幸福感 第79章 又欲周海 蹲着吃冰激凌的大冷天的 你也不嫌冷 于南见自己身边 有阴影停留 本想挪个地方 听着声音 抬头看向来人 笑了一下 周海 来逛街啊 冬日的阳光 照在他白嫩的脸上 恍惚间 似乎能看到光韵一样 圣洁 美好 周海心里愣愣地问自己 后悔吗 对 过来买点炮烛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等人啊 他回神看着于南轻声问道 对啊 等我哥 呃 你要吃这个吗 我请你 于南举着冰激凌尴尬的示意 周海哑然是笑道 不用了 你吃吧 天冷 少吃点 你不是经常感冒 这个还是少吃的好 说完指了指自己的嘴角笑道 你这里 有个巧克力 于南见他用温柔的语气 对自己说话 随即想到 前两年在王宇家聚餐时 他给自己喂的蜡肠 顿时觉得手上的冰激凌 索然无味 拿出纸巾 把嘴角的残余擦掉 然后疏离地看向他 谢谢 周海已看出了他的疏远 回过了神 朗声道 那你忙 我先进去买东西了 有空再聊 于南点点头 周海略微僵硬地往里面走去 也不知是天气太冷 还是新冷 大冬天吃这个你也不嫌冷 耳边传来于沐嫌弃的声音 于南转头望向他 松了一口气 过去的中江过去 自己都已经走出来 就不再有任何的可能性 无论是单身还是友伴 即使他过得比自己好 我都快冻江了 怎么那么久 于南略带抱怨的出声道 那个网红店都过年了 还那么多人过来吃 排了很长的队 走吧走吧 你拿着粉 我把东西扛过去 一想到排了半小时 才轮到自己 于沐也是很郁闷 等于沐把麻袋绑好后 于南坐了上去 刚好一辆大车出去 街道通了一点 他急忙加快速度 打转方向 跟在不远的后面出去 哎小妹 刚刚那男的是谁 于沐八卦地问道 于南无语了一下 谁啊 就是站你旁边 黑色衣服那个 你不是还和他说话了 我都在那等了一会儿 你们才说完 哦他呀 初中同学啊 于南抬起一只手 把衣服后面的帽子戴了起来 风势在太大 太冷了 别说话了 开快点 太冷了 回到家的时候 家里的肉泪 基本已经弄干净 三叔已经回来了 没看到三婶和堂弟 想到以往 于南没有出生 于沐这个憨子 就直接问出生 说 沈怎么没有没回来 是不是又被抓了 于南 三叔一边砍着鸭子 一边习以为常地说道 那不是 年前被抓了 去外地赌博被抓了 关在外地呢 说了多少次不听 这回又是一年半 孩子都那么大了 都有女朋友了 还这样 你们夫妻俩怎么回事 找份工作不行吗 那些事是容易来钱 还是能出血 还是张脸面 于爸一听他这样说 直接应声道 三婶和三叔是一类人 都爱赌 三叔是小赌怡情 三婶是大赌伤身 时不时被抓 从来不改 堂弟每次回来 都觉得丢脸至极 说又说不通的那种 不过还好 没有没有做到 那房子抵押的那种 那小弟呢 去哪了 于沐又问道 刚刚还在这 带了女朋友回来 你那么大 一个女朋友都没有 三叔把一盆水倒在院子里 见于沐问 顺道回了他 女朋友 碗倒了不服 垃圾从来不到 饭菜从来不做 天天睡觉 衣服还叫我那小子洗 看得我都一把气 长得也没有小妹好看 他哪里来的底气那么懒 三叔砍急的手顿了一下 抱怨道 他不说 他们还以为那女孩子多好呢 真是没见过那么懒的 小弟喜欢 就是他的底气了 于南笑着硬道 就是嘛 年纪小 可能不懂 多教教就好了 主要还是 看小孩子喜欢 于妈附和道 行了 不说他们了 小妹 把菜篮子拿过来 我把鸡装好 等会去祭拜的时候 拿这个去 三叔从锅里拿了一只大肥鸡装好 放进于南递过来的篮子里 第八十章 算计 于妈见鸡煮好了 胆忙去拿了两碗饭 和一瓶酒 以及酒杯 和等会要烧的纸钱 以及小的炮烛 装好之后拿给于南 等会祭拜完了 不敢放炮烛 就让旁边的人帮忙 快去快回 回来就吃饭了 祭拜的地方 是后山的一个露天平台 平台被高大直立的树木围了起来 全村的人都去 是全村人的祖先来着 大节之类的重要日子 都要去祭拜 于南从小就跟在于妈后面去看 后来读书大了 自己也会了 就他一个人去 小时候不敢放炮烛 又腼腆 不敢叫人帮忙 自己磨磨蹭蹭半小时才敢点火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到达后山的时候 里面的香火已经烧得很旺盛了 烟雾缭绕 安静的场面多了丝丝肃木 就算是不懂事的孩子 在这里也不敢玩呢 于南和村里人日常打了招呼 然后找了一个空地 对着石把准备好的东西摆放出来 把酒杯一一摆好 倒满酒 然后点上香火 插好 就站在旁边等待 在等待的时候 把纸钱拿出来 一张一张的散开 等会好点点的着 预计半炙香的时间 就可以烧纸钱了 因为一整天都有人来祭拜 烧纸钱的地方还在燃烧着 于南直接把准备好的纸钱放进去 等到全部烧完 把之前摆放的酒杯 一一规矩的倒在台阶前 嘴里说着来年的愿望与期盼 之后再规矩的收拾好东西 然后点绕炮竹 等炮竹噼里啪啦的响完之后 就可以离开了 在这里 不能吐口水 不能乱折树枝 走的时候 也不能带走里面原本的东西 等于南到家之后 还要拐弯去村口的石碑那里 祭拜 同样的步骤 做完之后 就可以回家了 家里面的祭拜于妈 自己已经做完了 到家后 于妈接过她手里的食物 放在门外 然后再去添加一些东西 在院子里再祭拜一次 大的节日 一共要祭拜四个不同地方 小的节日 只祭拜自家里面的就可以了 弄完这些 于南坐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 她也看到了堂弟的女朋友 看着比于南自己的还大 但实际年纪比于南小了四岁 她见于南进来 还棱了一下 碰了堂弟的腿 问她那是谁 于真看向于南 也棱了一下 心里暗想 这个姐姐怎么变得那么好看了 以前都是一脸苍白的样子 现在不仅皮肤变得白嫩 气质也变了很多 听说还自己买了房子 上百万的 这是变成有钱人 然后人也变了 那是我姐于南 最小的堂姐 你叫南姐就可以了 这房子 也是我家的 于真说完指了指头顶 然后于南就看到于木的脸色变了 但是他没有出生 只是去拿了碗筷摆放好 三叔已经把所有的菜都做好了 等于妈和于南上桌 大家就开始开动 饭桌上 大家都讨论着 过去一年的收获和遗憾 还有对未来一年的计划 于爸也说到了后山的事 三叔不是很看得好 于真倒是多问了几句 后面被女朋友碰了一下 就不再问 关于于南买了房子的事 于真也多问了几句 那时他孩子 还在外地没有回来喝喜酒 于南总觉得 是不是大家都长大了 各有各的心思 小时候总在自己屁股后面 跑的小屁孩 也开始有自己的小心思了 于南吃了一碗饭 喝了一点饮料 就下饭桌了 去外面走了一会消食 碰到了很多陌生的人 其实都是在外酒了 没什么印象 于妈倒是认识 逛了一圈 没什么看头 她原路返回 在转弯的时候 听到转角传来 堂弟女朋友的声音 你一直问后山的是做什么 你难道还想回来种地 问问而已 这些年种地也赚钱 你看看那个香葱 这几年很多人都赚了 你看我二伯 就是靠着那个 起了这栋房子 于真吐了一口烟回道 我不管 我才不愿意回来种地呢 要回你自己回 还有 这不是你二伯家吗 你怎么说是自己家 你傻呀 我堂姐都买房子了 以后他们肯定去县里住 这里应该不要了 而且这个地基 当初是我家和二伯家一起的 后来给我家换到 另一个地方去了 但是都没有字句什么的 我都打听了 这个房子的产权 还在我爷爷名下 所以三堂哥 才那么心狠心 急想要分一半 大伯家的地基 是他用爷爷的换给别人 换来的 所以大伯家的地基 是他自己名下的 我家的和二伯家的 都在爷爷名下 现在爷爷去世了 我爸还在我做不了主 于木那傻子 肯定护不了这房子 我那小堂姐 以后嫁人 还是要入坠都不清楚 现在有想法也不能行动 等以后再说 于南听到这话 心冷了一下 满眼都讽刺 人心 这就是人心 你若谁都要来踩一脚 这事如果是真的 还是让于爸 尽快去办理房产证吧 不然一辈子的心血 可能就被拿走了 等他们走远后 于南才走了出来 然后就看到于妻 从另一个地方出来 正满脸担心着急 他看到于南眼前一亮 小妹 你也听到了 这是 我们要赶紧和老爸说 拍了拍刚刚靠墙 沾到的泥 于南漫不经心的道 这是不急 等过完年再说 大过年的 好了 回去吧 客厅里已经不见于真 只有于爸和三叔和于木 在推杯换盏 其乐融融 想来三叔 是不知道他儿子的打算了